影片制作不易 别忘了订阅更按赞哦 第九十六章 化身小厨娘 见沈冬儿情绪有些低落 朱军便道 冬儿妹妹 我跟大宝亲如兄弟 以后 你就是我亲妹子 你要来便来 要去便去 我绝不阻拦 若是你有喜欢的人 自可婚配 到时候 我还会为你准备一份嫁妆 朱军心里太清楚了 如沈冬儿这般天生励志的女人 是不可能喜欢她的 况且 她心里对沈冬儿并不放心 如此 还不如卖个好 沈冬儿看着一脸真诚的朱军 表情有些古怪 他们都说无王不敬女色 莫不是真的 她虽不是天仙之姿 可男人陷了她 都恨不得吞了她 朱军的反应 显然不符合男人的反应 六爷 那不行 您必须收下刀 要是刀回家 我爹飞 打断我的腿不可 沈大宝急了 他爹让沈冬儿过来 可不是当妹妹的 而是当老婆 努力努力 说不定能当次王妃 要是沈冬儿当了次王妃 沈家也算是皇亲国妻了 朱军跟徐妙景 视同水火 要是沈冬儿但 下意儿伴女的 日后怕是有机会 继承王府 那沈家就真的发达了 沈冬儿轻轻摇头 我不想做殿下的妹妹 朱军愣了愣 那你想做我什么 沈冬儿深吸口气 老婆 靠了 这女人真大胆 要是上辈子 有如此漂亮的女人 跟她说要嫁给她当老婆 她至于天天熬夜写论文吗 论文能有漂亮老婆好玩 这件事再说 朱军却没有一口答应下来 我比较慢热 不喜欢没有感情的交流 不过 你既然来了府上 就安心住下 我会安排人照顾你的起居 说着 他拉着沈大宝的手 走 咱哥俩好好喝一杯 沈大宝见朱军 对自己如此热情 艰难地咽了咽口水 六言 我自己能走 要不 你拉拉端的手 他的手可比我的手嫩多了 糊涂 男女授受不清懂不 我要牵他的手 他以后还怎么嫁人 朱军一正言词地拒绝 沈大宝苦着脸 也智得让朱军拉着 沈多尔咬着嘴唇 跟在身后 当天晚上 沈大宝喝醉了 便在乌王府住下 而沈多尔 也有了独立的院子 朱军安排了十来个老妈子 伺候照顾他 沈多尔的贴身丫头小杰道 小姐 这朱疯子 不会真的有龙羊之好吧 住口 朱疯子是你的叫的 沈多尔皱起眉头 小杰连忙吐了土舌头 闭上了嘴 沈多尔心里有些担忧 方才沈大宝喝醉了 是朱军掺去的 不会 他摇了摇头 心里却没了底 若是换作一般人 这会儿就应该来敲他的门了 可朱军半点动静都没 若真是如此 他怕是难以完成爹爹的嘱咐 将沈大宝推上床后 朱军擦了擦汗 这狗东西推重了 狗东西 你找几个壮汉在这里守着 照顾他 殿下 府上有侍女啊 你懂个屁 酒后 那啥懂不懂 这后院 只能有本王一个男人 说完 朱军转身离开 当天晚上 清禾帮朱军推背之后 问道 殿下 您要那了沈家小姐吗 为什么这么问 朱军捏了捏他的穷鼻 是不是害怕失宠 清禾脸一红 才不是呢 我只是觉得沈小姐好美 日后要是能生下小柿子 必然跟殿下一样倦 朱军忍不住笑了起来 怕是也只有这压 头认为自己狠 可看到眼前的一幅场景 几乎站不稳脚 看到朱远章 太医署众人 纷纷跪地参拜 拜什么拜 都什么时候了 给咱救活太子 要是太子有个三长两短 咱让你们陪葬 朱远章怒火冲冲地道 太医署众人脖子凉嗖嗖的 心中说不出的惶恐 就在这时 朱军等人赶到了皇宫 他们已经收到了消息 得知朱玉受伤 正在被救治 看着跪在地上的蓝玉等人 朱军跳下马车 也没有管他们 禁止朝着太医署里走去 只不过被门口的侍卫给拦住了 滚开 本王要看大哥 吾王殿下 陛下下了死命令 无论是谁 擅传折死 侍卫冷冷道 老六 这种时候 就不要添乱了 朱迪拉住了朱军 他透过门缝 努力地想要看清楚里面的场景 可只能看到 不断晃动的人影 他的心跳得很厉害 喜悦几乎跳出胸腔 可他脑海中 闪过昔日的种种 又让他高兴不起来 皇爷 让我进去 让我进去 朱英雄大哭不止 可依旧被拦住 门内的朱远章 现在眼里只有朱玉 朱军心疼地将小家伙抱了起来 别怕 不会有事的 大哥吉人自有天相 肯定不会有事的 而朱刚泽 是愤怒地冲到蓝玉等人的面前 大骂道 你们是怎么看护的 我大哥怎么会从马背上摔落 为什么 他的拳头 落在了蓝玉等人的身上 说啊 你们是怎么看护的 蓝玉三人倒在地上 没有一个人敢说话 哪怕被朱刚砸得满脸是血 李善人心里也是咯噔一下 他知道 出大事了 浑身不住的发展 太子情况危险 陛下必然暴怒 这一下 又不知道有多少人要遭殃了 行了 老三 别打了 朱山抱住了朱刚 你就算把他们给打死 也于事无补 这时候 跪在那里的一个太子东宫属关道 原本 我们计划用半个月回来 可太子殿下收到了 吴王殿下的求救信 太子心急如焚 下令日夜间城网回赶 跑死了两匹马 缩短了一半的日期 在临近京城二十里处 马太疲惫 一脚踩进了坑洞 导致马腿折断 也将太子从马背上摔了下来 摔断了双腿 太子殿下 当时就摔得不省人事 此话一出 众人都不约而同 看向了朱军 朱军更是脑瓜子嗡嗡 作响 是我的那封信 害了大哥 他不敢相信 可是失败在眼前 要不是他向朱玉求救 朱玉怎么会不要命地往回赶 也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 稍晚赶到的宋连厅 道这话 身形一阵摇晃 是你 又是你 你究竟还要让太子 给你擦多少次屁股 他原本对朱军已经改观了 可这会儿 直接急转直下 恨透了朱军 就连朱英雄 也呆呆地看着朱军 六叔 是你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着朱军 有愤怒 有无奈 有厌恶 甚至有的咬牙切齿 手摁在了刀柄上 他们多希望躺在里面的人 是朱军 一个无关紧要的封王 出事便出事 可太子出不得事啊 朱迪心知肚明 这件事跟朱军末太大的关系 但是他却不能说 他挡在了朱军的面前 现在最重要的 不是责怪谁的错 最重要的是 大哥平安无事 六弟他也不想的 阎王 你还要维护他到什么时候 李善人冷哼道 以前他怎么闹大家 睁一只眼壁 一只眼也就算了 可现在 因为他不懂事 闯祸 把太子害成现在这样 再这么下去 他是不是要把皇太孙也害了 是 你们兄弟情深 我们不懂 但我们只要太子殿下平安无事 太子才是天下的希望 才是万民的希望 咱们能放过吾王 这天下万千百姓也不能放过 一声声指责的声音 让朱军脸色煞白 朱刚走到朱军的面前 抬手 朱军还以为朱刚是要揍他 也不闪躲 一动不动的 可拳头最后化作了巴掌 嗯在了 他的脑袋上 没有说话 转身过去 将他挡在了身后 我大哥是未来的真龙天子 不会有事 必然会逢凶化吉 那一瞬间 朱军再也绷不住 三哥 朱英雄也拉着朱军的手 六叔 我爹会漠视的 对吗 朱军低头看着他 小家伙一边抽气 一边问道 没事 不会有事的 朱军再次将他抱了起来 心中不住地祈祷 另一个世界的朱镖 也是带天巡视后 重病离世 而这一个世界的朱玉 难道也要一年早逝吗 他甚至都没来得及 跟他说句谢谢 也莫好好跟他喝杯酒 想到这里 朱军恨透了自己 为什么要写那一封信 就算没有那封信 他也能够活得好好的 现在却成了 朱玉出世的幼鹰 他脑海中闪过昔日的种种 朱玉剑 直腾他这个幼帝 待了骨子里 可越是如此 他就是越是自责 就在这时候 太医书里面传来了一句哭声 陛下 太子 轰浪 听到这声音 朱军心里那根紧绷的线 一刹那间 断了 我的儿啊 你怎么这么狠心 让老子白发人送黑发人 朱远章悲气的哭声 从里面传了出来 你让老子怎么活啊 第一百章 朱军 你往为人 听到哭喊 院子里众人全都满脸的不敢相信 太子殿下 何故离城而去啊 李善人跪地痛哭 这哭声中有装的成分 可也包含了不少真情实义 毕竟 朱玉可是整个怀西一脉都认可的继承人 是所有人的希望啊 宋连更是老泪纵横 痛杀无眼 多希望老头子 能带太子殿下而去啊 朱玉为人谦和 能克己宽容 对他更是无比的敬重 是鼻涕眼泪气流 大哥 朱山眼中闪过一丝惊恶 旋即甚至有些惊喜 不过和惊喜 很快就被他隐藏 朱迪同样大哭不止 这哭声中有悲痛 还有压抑极深的喜悦 蓝玉等人就别提了 垂胸顿足 不住的磕头 磕得满头是血 血活你和眼泪混合在一起 说不出的狼狈 朱英雄愣愣地看着朱军 一时间竟然忘了哭泣 许事悲伤太大 竟不知道该如何发现 朱军更是大脑一片空白 不会的 大哥不会死的 他放下朱英雄 死死地盯着屋子里 大哥不会有事的 不会 他三两步冲到了门口 守在门口的侍卫 想要拦住他 却被朱军一脚给踹翻 给本王滚 砰 房门被踹开 朱军直接冲了进去 朱军的闯入打破了哭声 朱远章坐在床边 紧紧地握着朱玉的手 虎目无泪 雀双目通红 他微微侧目 那盎然的杀意 雀刺的人不敢对视 滚出去 淡淡的一句话 却让人看到了 鲜红的一片血 朱军知道 老朱心里的那把刀 已经出窍了 他走过去 看着浑身 插满金针的朱玉 他看到了朱玉的双腿 骨头已经复位 然而被骨头刺穿的血肉 却不是轻易能够复原 鲜血正不断地 从里面流出 那血液还没有凝结 依旧鲜红如初 给咱滚出去 朱远章低吼的声音 犹如互毒的猛虎 哪怕朱军是他的儿子 可这时候 在朱远章眼里 也像是敌人一样 大哥莫死 朱军压下心中的慌乱和自责 让我试试 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 说住 他也没有解释 一把将朱玉身上的金针薅掉 旋即夸坐上了床 然后开始做心肺复苏 这一幕 惊呆了朱远章 也惊呆了太医署的众人 院落里的人看到这一幕 也是怒不可遏 疯子 你这个疯子 太子殿下已经病天了 你还要做什么 宋连爬起来 怒斥着朱军 亏太子殿下生前 最疼的人就是你 你简直丧心病狂 往未人眼 快从太子殿下身上下来 众人目自欲猎 特别是跟着朱玉寻边的武将 还有东宫署官 恨不得拿刀砍了朱军 莫人理解 朱军在做什么 但是在他们眼里 朱军就是在亵渎太子的尸体 朱军没有理会 众人的谩骂和质疑 他看着脸色铁青 没有呼吸的兄长 心里比谁都焦急 按压之后 他开始人工呼吸 然后又开始按压 朱远璋想要拉朱军 却被他猛地甩开了手 朱军双目赤红道 这是我大哥 我害谁 也不能害我大哥 说完 他继续按压 朱远璋咬着牙 他很清楚 朱玉和朱军的感情 哪怕朱军在混账 再犯错 在朱玉面前 那都乖巧听话 都别哭了 不许哭 朱远璋看着所有人 谁再哭 就跟咱滚出去 听到朱远璋的话 众人都不敢作声 他们不明白 为什么陛下 要纵容这疯子胡闹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救人的黄金三十分钟 也是一点一点流逝 朱军双手乏力 浑身汗如雨下 可他依旧没有放弃按压 朱远璋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一味会有奇迹发生 然而 事实证明 他想多了 连太医都就不活 他的疯儿子 又怎么救得活呢 给咱下来 朱远璋几乎压抑不住 自己内心的痛苦 朱军没有说话 依旧在重负住 他不知道 朱远璋背上摔下来 有没有摔伤内脏 如果摔伤了内脏 在大夜 那几乎宣告死亡 所以 他只能抱着 微乎其微的概率 一遍又一遍地按压 对老朱的话 也视若无睹 充耳不闻 咱说了 下来 让老大好好休息 朱远璋痛苦道 我大哥没有死 朱军近乎偏执地道 这话 倒是让人觉得可笑 又觉得无比的悲凉 悲伤的情绪 再次在人群中蔓延 朱刚爹坐在地上 一脸颓然地道 大哥 就这么 离我们而去了 那可是 他最敬重的大哥 从小 就跟在他屁股后面 说走就走了 你道 那是怎样的一种悲凉 就像是寒冬腊月里 剖开了心 将冰水和冰块一起倒入 不安的哭声再次响起 然后蔓延 兰玉三人对视一眼 都摁在了刀柄上 眼神之中有决断 他们三人互主不利 又有何颜面狗活 主公不在了 他们索性一同陪主公去吧 而李善人则是在想 太子并天 朝局又变了 没了太子 陛下所有的重心 必然放在皇太孙的身上 所以 怀惜一脉 打压这东的机会来了 而朱迪则是想起了 大和尚的那条毒计 自古以来 历敌历常历险 大哥不在 他就是敌 就是常 所以唯一的障碍 就是身边的小家伙了 他低头看着 面色发白的朱英雄 下意识地伸手 去抚摸他的脑袋 而朱刚却快了他一步 将朱英雄拉了过去 他死死地盯着朱迪 压着声音咬牙道 是你 朱迪冷哼一声 大哥出事 我比谁都难过 如果你想这种时候 上演兄弟戏强 尽管来就是了 他毫不在意朱刚 对他而言 朱刚只是一个 无关紧要的角色 他真真在意的 只有一旁漠不作声的朱山 就在众人绝望 朱远章无助之际 正在按压的朱军 却听到了一声轻微的咳嗽 也就是这一声轻微的咳嗽 让他浑身一颤 旋即连忙将身子俯下去 嗨嗨 咳嗽声再次响起 朱军大写 活了 我大哥活了 第101章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朱军的一句话 让众人浑身一颤 朱远章更是呆滞了片刻 旋即冲到床边 一把将朱军掀翻 朱军倒在另一边 朱远章紧紧握住朱玉的手 朱玉的手依旧冷落铁 可却并不僵硬 他看到了朱玉的嘴唇在动 眼皮在轻轻地颤动 那一瞬间 朱远章喜不自禁 代元李快过来 我儿活了 我儿真的活了 代元李是太医署头号御医 早年从师朱丹熙 也是这东人士 他不敢相信地看着朱远章 但他也不敢耽误 连忙从怀中拿出一块小铜镜 放到了朱玉的鼻子下 紧跟着铜镜表面 就出现了一小快雾气 他大惊 快 太子殿下有呼吸了 快施救 太医署众人 都是大惊失色 纷纷动了起来 而此时 院外众人都是惊察不定 怎么 太子又活了 众人也不敢进去 就在外面伸长了脖子看着 每个人的心 都提到了嗓子眼 一个个神情 殷勤不定 特别是蓝玉三人 刀都拔出一半了 很是尴尬 朱山眯起了眼睛 朱迪心沉了下去 眼中闪过一丝怒涩 朱刚泽 是抱着朱英雄大笑道 听见没 你六叔 真把你爹给就活过来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朱英雄脸上也有了一丝血色 我爹 活了 他看着里面 忙碌的众人 焦急的黄爷爷 还有倒在父亲身边 大口喘息的六叔 呆滞的眼神里 也有了光彩 朱远章死死地盯着朱玉 大元李再次试针 然后服以药食 最后确定 朱玉的生命体征 稳定了下来 他整个人也是有些虚托 跪在地上 陛下 太子殿下 活了 只要能够熬过今晚 性命无余 好 他好了 朱远章激动得不行 从太子受伤 到宣布太子死亡 再到重新救活 朱远章情绪大起大落 大悲大喜 悬 急而来的 则是无尽的疲惫 他一屁股坐在了床檐边 看着朱玉和朱军 这两兄弟 起码有八分相似 只不过朱玉更像他一些 而朱军更像马皇后 朱军笑了起来 一开始声音还很小 可紧跟着笑声见大 到了后面 已然是嚎啕大哭 那哭声里 有喜悦有害怕 还有说不出的自责 听到朱军的哭声 朱英雄也是正开了朱刚 哭着跑了进去 爹 可他们哭了 朱远章却是放声大笑 外头的人都傻了 朱疯子哭 皇帝笑 这到底是活了 还是莫活 朱迪被受煎熬 他壮着胆子问道 父皇 我们能进来看看大哥吗 不可以 朱远章道 所有人全都出去 太子需要敬仰 封闭皇宫 不许其他人进来探望 朱迪看着朱玉 心彻底沉了下去 活了 他怎么能活呢 这么好的计划 这么好的机会啊 怎么 就被老六一通 胡来给就活了呢 即便他万般不情愿 却还是拱手 是 父皇 儿臣告辞 朱迪面无表情地 离开了太医署 随后朱刚也站了起来 看着跪在地上的蓝玉等人 大哥活了 你们也别拔刀了 说住 他也告辞离开 李善人等人 也是一头雾水的 但是莫办法 也只能先行离开 太子受伤 这敏感的时期 不管是谁 都要夹着尾巴做人 宋连也松了口气 末世就好 末世就好啊 他转身爬了起来 告辞离开 朱文忠 朱营 你们两个护卫好皇宫 不要让一只苍蝇进来 朱远章下令道 朱文忠本 就是禁军统领 知道太子末世 也是大喜 是 陛下 陛下 纳臣呢 蓝玉贵走到门前 问道 去给咱守城门 是 陛下 蓝玉知道 陛下末一刀砍了他 都算他运气好了 哪里还敢说个不字 等蓝玉等人退下之后 朱远章走到门口 看着杨仙 给咱查清楚这件事 您错杀 不放过 杨仙心头一脸 是 陛下 朱远章心中杀意澎湃 他可不会觉得 这件事 只是简单的坠码事件 重新做回原位 朱远章对朱军道 你也回去吧 不 我要守着大哥 直到大哥渡过这一关 朱军摇摇头 坐了起来 现在朱玉 只是有了生命体征 还没有度过危险期 最可怕的是 受伤后的并发症 发烧发炎 这才是最可怕的 大叶没有抗生素 一场风寒 就能带走人的性命 这种致命大伤 几乎就是 再跟阎王爷抢命 朱远章道 你又不是太医 你在这里守着 有什么用 那总好过我回去但等着 哪怕在这里守着 什么不做 我心里都好受险 朱军看着朱玉 是我 写了信给大哥 大哥才会拼命地往回赶 若非如此 大哥也不会受伤 什么信 求救信 我看着眼睛道 我被人陷害 射进了徐家祖坟里 心中很害怕 又找不到自证清白的证据 我害怕父皇会砍了我 所以 我就写信加急 送给了大哥 朱远章长叹一声 说来说去 还是徐家祖坟案 只不过 朱玉不是那 众作世贸式的人 况且 他们带了那么多马 随时都可以换成 不至于出现这种情况 当然也有可能是 朱玉这及赶路之下 太过疲惫所致 一时间 他竟是不知道 该责备诛军 还是该安慰 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肉 徐家祖坟的案子 他已经可以确定 朱军是受害方 可朱玉落马 又跟他又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时间 也是心乱如麻 看到朱军跟朱军 兄弟手足情深 他连骂都骂不出口啊 六叔 你也不想的 朱英雄看着朱军道 我爹其实 也常常自责 要不是他没有看好你 也不至于让你这么疯 说你现在早就是 明动天下的贤王了 朱军摇摇头 不说了 我现在也挺好 跟大哥无关 说完 气氛陷入了沉寂 朱远璋收回心绪 看着朱军 老六 你告诉咱 方才你施救的手段 是谁教你的 第102章 犯错要承认 挨打要立正 朱远璋坐在一旁 看似无意地问 却让朱军惊出了一身汗 哦 这施救手段 是我镇计灾民时 看到的一种办法 朱军道 有很多灾民过来 因为饿得太久了 时常有昏迷 有人就用这种方法救人 我看了几次 就记在心里了 朱远璋点点头 善因众善果 要不是你救济灾民 也不可能会这施救的手段 见朱远璋并没有怀疑 朱军松了口气 一旁的代元礼 忍不住道 这施救方法见所未现 闻所未闻 也不知道是何原理 若是真如吾王殿下所言 有很好的急救效果 若是推广开来 肯定救人无数 哼 要不是咱老六 咱家老大 已经被你宣判死亡了 朱远璋冷哼一声 吓得代元礼 面无血色 臣有罪 代元礼急忙认罪 太医署其他人 也是大气都不敢喘 起来吧 治好太子 将功赎罪 朱远璋看着 朱玉苍白的脸 我双脚可能康复 眼下 只能先保太子命 再致太子双族 常言道 伤筋动骨一百日 太子双族奇迹断裂 怕是需要一两年的时间 才能康复了 代元礼道 咱不管 咱要太子康 富如初 要是办不到 咱把你们全砍了 朱远璋冷冷道 众人又是一阵头皮发麻 代元礼道 臣等自当竭尽全力 朱远璋不耐得摆摆手 就在这时 外头传来了声音 仔细一听 还是女人的声音 这声音 朱远璋太熟悉了 不是妻子 还能是谁 不单单是妻子 还有太子非常事 都给本宫滚开 太医署外 很少摆架子的马皇后 却是摆起了架子 怒斥太医署外 看守的侍卫 娘娘 回吧 陛下说了 谁都不许进去 侍卫跪在地上 魏南道 那个谁中不包括本宫 马皇后红着眼睛 冲着院子里喊道 陛下 臣妾来了 你难道还要继续 瞒着臣妾吗 一脸喊了几句无人答应 马皇后也上火了 猪虫吧 你给咱开门 你要是不开门 咱直接打进来了 话落 门音声打开 朱远璋一脸无奈地走了出来 身后还跟着朱军和朱英雄 黄奶奶 娘 朱英雄妃快跑了过去 哎呦 大孙子 眼睛都哭肿了 马皇后抱着朱英雄 你爹呢 怎么样了 我爹末世 就是还莫醒过来 朱英雄吸了吸鼻子道 朱军也连忙上前见礼 母后 皇嫂 马皇后看着朱军 抬手打在了朱军的肩膀上 混账小子 你说你 写信给你大哥作甚 他在外寻边 又不是在外玩道 就这么一会儿功夫 宫内都传遍了 他们都说 朱军写信给太子求救 导致太子就地心切 这才导致太子太过疲惫 从马背上摔了下来 朱军心里特不好受 特别是常识 他都不敢看他的眼睛 如果说大哥和大侄子 一个是伏地魔 一个是护书怪 那么他这个皇嫂 足可称为二十四孝嫂子了 若没有常识的纵容和理解 朱一会天天擦屁股吗 朱英雄也不可能隔三差五 就住在朱军府上 朱军一咬牙 跪在了地上 皇嫂 对不起 是我不好 常识身体一直不是很好 特别是生了刺子后 常常泡在药罐子里 呀 你这是做什么 快起来 常识连忙拖住朱军的手 你也不想这样的 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 英雄都跟我说了 你大有长进 嫂子听了 也是打心里高兴 要是你大哥醒了 得知你长进了 肯定更高兴 常识没有半句责怪 若是他责怪打骂 朱军心里还好受一些 可现在 他羞愧难当 对上常识忧愁的双目 朱军心中发誓 无论如何 他都要让大哥安稳度过难关 朱远章叹了口气 心中有欣慰 也有复杂 多好的儿媳妇 温柔贤良孝顺 又名势力 简直和马皇后 一个模子印出来的一般 马皇后之所以揍朱军这一下 也是为了让常识好受一些 健壮 他心里其实比谁都难受 旋即拉着朱英雄 匆匆走了进去 都默跟朱远章说一句话 显然已经生他的闷气 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他居然还想瞒着 谁心里受得了 常识也是跟朱远章献了礼 这才焦急地走了进去 一时间 里面传来了良女的哭声 朱远章心里不是滋味 一脚揣在了朱军的屁股上 要不是你不长进 能有这么多事 朱军趴在了地上 也莫说什么 犯了错要承认 挨打药立正 他只是在想 有没有可能迅速培养出青霉素 帮助大哥度过这难挨的积田 可绞尽脑汁也还是不可能 虽说馒头表面的霉菌 也算是青霉素 但不纯粹的青霉素 很有可能导致感染其他细菌 要清理伤口 要保持室内的干净 避免过多的人 除此之外 还要准备干净的纱布 必须用废水消毒杀菌 食物要忌口 朱军嘴里喃喃着 朱远章还以为朱军受 刺激太过了 老六 你怎么了 他一连叫了好机具 朱军才反应过来 默氏 爹 我只是在想 该如何让大哥度过这个难关 我先出宫了 晚点再进来 说着 他撒鸭子跑开了 朱远章一连叫了好机具 朱军都不搭理 这混账东西 竟然临阵逃了 朱远章气得不行 可折返回去后 马皇后问起 他又道 这小子 说是去想办法了 不过这一次 老大能救过来 得却是老六的功劳 旋即 朱远章把凶险的经过说了一遍 吓得马皇后 跟常识面无血色 常识拉着朱玉的时候 默不作声 只是不住地落泪 马皇后抬起拳头 给了朱远章一下 你就瞒着吧 迟早有一天 被你给气死 朱远章苦笑一声 秀英 咱就是害怕你们娘俩担心 这才封锁的消息 你看咱老大吉人自有天相 这不是活得好好的 第103章 风批王妃 朱军急匆匆回到府上 急忙让人去收购大量的酒 而且 度数越高越好 时下最好的酒 无疑是神武两年 被老朱遇刺供酒的 淮西名酒临水酒 他府上每年也有一些份额 不过早被他给喝完了 这一世半会也不好找 只能让人去收购其他酒 神武三年 老朱下的敬酒令 规定每家以护卫单位 只能拥有两坛酒 买一坛酒 可以奢账七成 第二坛酒 可以奢账四成 任酒也任呆 再加上这两年天灾人祸不断 敬酒令越发的严 这种情况 在大周和陈汉也是一样 李吉爸也不明白 朱军收购这么多酒做什么 只能去照办 而此时 太子坠满的消息 以经传变了应天 徐妙锦也收到了消息 见朱军这各档口悬收酒 以为他要喝酒买醉 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可是他又进不去吴王府 只能在外面前着急 朱军也懒得 去管别人怎么想 画了一套简易的蒸馏设备 拿给了牛五六 去 让府上的工匠抓紧打造 狗东西 多弄些煮茶的小炉来 本王有大用 寻不三也不敢多问 撒鸭子跑去让人搬运炉子 沈多这时候走过来 殿下想喝酒 不是想喝酒 是有大用 朱军道 那何必让人去外收购 别忘了 聚宝楼现在也是吴王府下的产业 不算多 但足够二三百人喝醉 沈多笑着道 朱军一拍脑袋 瞧我把这一茶点忘了 你放心 所需赢两 稍后送过去 沈多摇摇头 殿下从自家取东西 何须前迎 说出去让人笑话 方才我擅作主张 派人去取酒了 朱军虽有规矩 原相处却喜欢简单 就连清和小丫头 在朱军面前都可自称我 所以 沈多在朱军面前也是称我 拉近二人的关系 这就是聪明人 不像外头那大喊大叫的徐妙警 只会以为他想喝酒 谢了 朱军道 为殿下分忧 是我该做的 沈多道 他倒是很好奇 朱军想要这么多酒做什么 难道是因为太子坠马 他心里难过 借酒消愁 那不可能 朱军现在可没有半点惆怅的意思 对了 本王还需要大量的纱布 能弄到吗 朱军看着沈多 当然 那麻烦你 去准备一些白纱布 然后弄一些纯净的木棉絮来 越多越好 大叶没有棉花 但是有木棉 做成包扎的蹦袋 肯定有用 沈多尔微微愣神 不明白朱军要白纱布和木棉做什么 但他还是点头 好 我马上去安排 不怕朱军提要求 就怕朱军把他当成桂客给供起来 那才最麻烦 很快 沈多尔安排的酒水到了 徐妙警只能眼睁睁看着被送进去 糊涂 你们糊涂 这种时候 竟让他饮酒 徐妙警气得不行 然而 却没人搭理他 酒水送到后 朱军要求做的简单蒸馏设备 也做好了 组装好之后 旋即将酒水倒入烹煮器皿之中 煮茶的茶炉中 木炭烧得正旺 等到酒水烧废 水 气凝结 就会顺着竹筒 滴落到下方的器皿之中 小半个时辰后 竹筒中源源不断地滴落蒸馏酒 朱军松了口气 盖上了器皿 火要旺 墨酒 要及十加酒 还有 多造一些设备 全天不间断给本王烧 就在这时 沈多尔也弄来了大量的白纱布和木棉 朱军府上会女工的老妈子也骑了 朱军拿起白纱布和木棉 告诉他们该如何缝制 沈多尔听得特别认真 他算是明白了 朱军之所以要这些材料 是为了制作包扎伤口的布料 他想到了太子坠马的消息 心中不由叹了口气 看着忙碌的朱军 心想 他此时心中一定万分自责吧 一直忙活到下午 朱军已经得到了 鸡大坛子高纯度的酒精 这些都是反复蒸馏的来的 那浓郁的酒香 馋的李吉坝和牛五六等人 狂咽口水 记住了 不要偷喝这些酒 这都是高纯度的酒精 过粮会死人的 朱军说了句 玄吉就带着酒精 和烹煮消毒过的特制绷带 以及固定双脚的工具 离开了吴王府 而此时 徐妙锦已经在王府门口守了一天了 献朱军出来 他直接走过去 你要去哪 进宫 你默示就回去吧 以后别来我这了 牛五六已经掀开了轿帘 朱军直接坐了进去 启叫 牛五六高喊了一句 可一旁的徐妙锦 却直接冲进了轿子里 坐在了朱军的身边 朱军都猛了 你做什么 想动手 进宫 徐妙锦深吸口气 死死攥着朱军的衣服 你有病吧 我进宫照顾我大哥 你进宫做什么 你照顾大哥 我也照顾大哥 徐妙锦倔强地道 你犯的错 同样有我一份 是我没管好你 我也有错 神经病 我都不嫌你是疯子 你也别嫌我爱动手解决问题 咱们半斤对八两 下去 我不 听住两人吵闹 牛五六看着李吉巴 怎么办 是起叫还是 李吉巴一摊手 先进宫吧 天黑就进不了了 虽然他知道 自家殿下在藏桌 但是很多时候 得去挺疯 他们家这个还没过门的 封批王妃 跟自家殿下真的挺配的 牛五六 小鸡鸡 救我 你给我住口 徐妙锦死死捂住了他的口鼻 朱军差点莫憋死 一口咬在了他的手掌上 疼得徐妙锦眼泪都出来了 朱疯子 你不是男人 你咬女人 想起这两天自己遭受的对待 他就委屈得要命 然后 一口咬在了朱军的肩膀上 嗯 朱军疼得瞪大了眼睛 也是火得不行 松口之后 不偏不已一口咬在了 徐妙锦的脖子上 我 徐妙锦疼得直哭 可他死活不松口 就是不想向朱军低头 一时间轿子剧烈摇晃起来 牛五六扎舌 小声道 咱家殿下针锋里 在轿子里护咬呢 李吉巴一把压住了摇晃的轿子 瞪了牛五六一眼 少废话 还不快稳住轿子 再这么下去 轿子飞散架不可 第104章 殿下 求您别搁了 两人你咬我 我咬你 护不松口 不一会儿 就咬得到处都是牙印 朱军虽然是男人 先天力气大 但是徐妙锦从小习武 同样不弱 点在朱军的软肋上 顿时让朱军松了口 一摸脖子 都是口水 还有丝丝鲜红 他眼中雾气阴晕 咬牙切齿道 你咬我脖子 那让你 也尝尝咬脖子的滋味 说着 一口咬了下去 嗷 轿子里传来了朱军喊叫 和拍打声 不知道引来了多少人的驻足为观 朱军也是火大 一招双龙探朱 世界都安静了 紧跟着徐妙锦松开了口 朱军脸上多了一个鲜红的掌印 两人大眼瞪小眼 安静异常 殿下 到五门了 牛五六提醒道 啊 哦 朱军飞快地冲出了轿子 呆呆地看着自己的双手 乖乖 这是清和普拉斯啊 徐妙锦也整理了一下衣服 吓了叫 看着牛五六等人憋着笑 狠狠瞪了他们一眼 笑什么笑 李吉爸看着两人脖子上 脸上的牙印 憋出内伤 小人想到高兴的事情 什么事 徐妙锦气冲冲地道 李吉爸连忙道 老牛老婆生孩子 对对 我老婆生孩子 牛五六黑脸长得通红 话落 朱军踹了牛五六一脚 你老婆生孩子 管小鸡鸡屁事 少胡言乱语 把东西拿过来 朱军手里 踢着装蹦带的篮子 和固定脚的模具 冲着徐妙锦弄弄嘴 你不是要跟我去照顾大哥 把这三大坛酒精抱着 说着 转身朝着皇宫走去 徐妙锦气地咬牙 但是没办法 朱军可不把他当女人 玄机抱着 三大坛酒精费劲的王李走 不过 皇城门口守住的是兰玉 看到朱军带东西过来 连忙拦着了他 吴王 陛下有令 杜绝探访 那个老蓝 本王是来给大哥送东西的 有了这些东西 我大哥说不定能度过这个难关 别那么死脑筋 蓝玉冷哼一声 他本就不是很瞧得上朱军 现在太子又因为他出了事 都懒得搭枪 一言不发地挡着路 朱军好说歹说都没用 把朱军给惹毛了 上脸是不 我告诉你 这些东西对大哥的伤势有帮助 你要是把我挡在外面 让大哥的伤情得不到缓解 你就是罪人 我的错不会逃避 但是你要是妨碍我给大哥治伤 拼尽一切 我都要拉你蓝玉做垫背的 蓝玉耿着脖子道 那小后 就等着吴王拉我垫背 娘的 这狗东西的确硬 但是再硬 能有他硬 不让是吧 行 本王今天就送你们上西天 说着 他放下手中的东西 飞快冲到一边 拔出了守卫的刀 蓝玉 你莫不是还想强闯不成 这可是大罪 蓝玉还以为朱军要强闯 玄疾怒声道 你少他娘给本王扣帽子 朱军刀子指着蓝玉 直接将自己的头发弄乱 一把揪住头发 猛的就是一刀 只听见沙沙一声响 朱军的头发就被割下来大半 他手里剃着头发 哎呀 继续挡啊 本王还有头发 你要是不起开 本王就剃光头 剃完了光头 本王就剃自己的脑袋 有本事 你拿着本王的脑袋 去找我父皇领赏 众人都惊呆了 特别是蓝玉 更是头皮发麻 这朱疯子也太损了吧 身体发福瘦之父母 轻易割发 可是会被人唾弃的 而且割发可是昆行 昆行在大业 乃是五行之一 是用来惩罚最大恶极之辈的 徐妙景也是大吃一惊 急忙放下酒坛子 焦急地道 你坐肾 快放下刀 谁让你割自己头发的 都别过来 朱军气呼呼的 揪住头发 就要割第二刀 这场发实在是太烦了 不仅打理麻烦 时间久了还痒 严冬腊月的 也不敢天天洗头 要是着凉 搞不好就有隔屁的风险 这一次抓住这机会 说什么也要割了 殿下 何至于此啊 牛五六根李吉爸等人 纷纷跪在地上哀求 徐妙景也不敢上前 生怕刺激到朱军 连忙对蓝玉道 蓝叔父 可否让我们进去 我们也只是给太子送东西 并不是想闹事 蓝玉这会儿 也是骑虎南下 看到徐妙景 连忙道 妙景 你怎么也跟着他一起疯 蓝玉姐夫是常伯仁 常伯仁过世后 徐静达一直对蓝玉很好 一路提携他 所以蓝玉跟徐家的关系 也是很不错 也是将徐妙景 当成了侄女 徐妙景苦笑一声 蓝叔父 让我们进去吧 求您了 求个屁 本王这就把头发削了 说着 他直接割了第二刀 这一刀下去 朱军直接变成了短发 吓得那些守卫都纷纷跪地 吾王殿下 别割了 求您别割了 这时候 朱文忠也收到消息 他在脑袋上砍去 吓得是魂飞天外 吾王 助手 文忠表哥 莫关谢 这天气正凉快 我割了头发 正痛快呢 朱军一边说 一边速速割发 蓝玉脸都绿了 朱文忠也是无奈 猛地一拍蓝玉 瞪了他一眼 旋即道 哎 进来 别割了 你再割下去 我都没脸见陛下了 朱军听后哼了一声 也莫放下刀 一指蓝玉 让他帮我把东西抬进去 蓝玉也是气得不行 朱文忠急忙道 我来 我来搬 他三两步走到朱军面前 苦着脸道 你这是何苦呢 此时朱军头 发乱七八糟油如鸡窝一般 他们本 就是戴罪立功之身 现在搞出这种事 岂不是罪上加罪 朱军没说话 手里握着刀 就往里走 徐妙锦害怕朱军再割发 从后背冲过去 打掉了他手里的刀 然后死死抓住他的手 骂道 你是不是傻 哪有人拿自己的脑袋 来威胁别人呢 朱军撇嘴 徐妙锦气地直接在他脑门上敲了一下 这下好了 都可以去当和尚了 我爹以前也当过和尚 当和尚有什么大不了的 朱军摆摆手 大摇大摆地往里走去 第105章 我兰玉 从不欠人情 太气人了 这疯子 兰玉气得直钻拳头 行了 他要是不疯 早就翻了 朱文忠叹了口气 搬东西 进宫 向陛下娘娘请罪吧 兰玉气鼓鼓地抱起了地上的三个酒坛子 浓郁的酒香从酒坛子里飘了出来 他忍不住吞咽了口水 这什么酒 好浓郁的酒香 只是闻一闻 都觉得上脑 朱文忠建兰玉这话 还有心情讨论酒 也是气不打一出来 行了 少废话 抓紧跟上 说着 提着东西 就往里走 很快就到了太医署 当朱军走到老朱等人面前的时候 所有人都惊呆了 你 你 你脸上的牙印 是怎么回事 朱远张指着朱军的脸道 被狗咬的 朱军道 徐妙景气得不行 你才是狗 朱远张愣了愣 这才发现 徐妙景的脖子上 脸上也都是咬痕 反应过来后 气得反手 一巴掌抽在了朱军的脑袋上 混账东西 你怎么咬女人 不过 这一巴掌下去 也让朱远张感到了一丝不对 他视线上疑 火冒三丈 你的头发呢 朱军很是干脆地往地上一跪 割了 谁让你割的 天太热 头发碍事 我自己割的 朱军耿着脖子道 这会儿 马皇后跟长氏也过来了 看着朱军狗啃尸的头发 都愣了愣 你你你 你要气死娘是不 马皇后眼泪瞬间就出来了 抬手就往朱军身上打 可也不敢用力 打的都是手臂之类的地方 与其说是打 倒不如说是母亲对儿子的心疼 娘 头发没了还可以长 最重要的是 我大哥平安无事 朱军说的话 被外头的蓝玉 听得一清二楚 他还以为朱军会过来告状呢 却没想到 绝口不提半句 朱文中放下东西 臣来请罪了 你们请什么罪 朱远章皱起眉头 朱文中将事情原委说了一遍 口头道 请陛下责罚 蓝玉也是很干脆的道 吴王割发 臣也可以割头 朱远章等人 知道朱军割发的缘由后 是又好气又好笑 这混账东西 是越来越疯了 可仔细一想 他也是见凶心切 形势鲁莽 可出发点却不坏 行了 你们也别割发割头的了 你们那点事 咱也不想管 咱现在只 想让太子好 其他事都给咱靠边 朱远章冷哼一声 转头走了进去 马皇后也点了点朱军的脑袋 娘池早有天 被你给吓死 朱英雄走了过来 掺起了朱军 六叔 下次可千万别动刀割发了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你随意割发 皇爷爷跟皇奶奶 心里的多难受啊 常事挽住了徐妙景的手 对蓝玉二人道 文中表兄 舅舅 回去吧 狼君需要休息 若是其他人进来可以拦住 六弟进来不需要 朱文中二人对视一眼 拱手道 是 微臣遵命 两人都以为这一次要遭殃 却没想到 如此轻飘飘就过去了 离开太医署 朱文中道 吴王峰是疯了点 但是敢做敢当 也没告你状 要是他今天纠缠不放 你就要倒霉了 蓝玉哼了一声 怎么好似 我欠他人情一板 大不了以后寻个机会 还他一个人情 他蓝玉生平最不愿的 就是欠人恩情 朱军这 霍尔江蹦带 固定脚的模具 以及酒精报了进来 玄机对手 在一旁的代元李道 快 把大哥脚上的纱布去掉 把那些膏药弄掉 必须重新清洗伤口才行 代元李愣了愣 以为自己听错了 吴王 您说什么 能再重负一遍吗 我说 把纱布去掉 把膏药揭开 我要给伤口消毒 朱军道 胡闹 代元李身旁的太医道 现在已经将断骨处正骨 并用夹板固定 岂能轻易动弹 伤口缝合了吗 自然缝合了 代元李道 其实大业的外科 已经发展到了 比较厉害的阶段 已经有了缝合的手段 朱军界 一中 另一个世界的随朝 就有记载长吻合数 这种手术 放在现代都特别棘手 这些日子 他其实 也有通过这个世界的书籍 去了解这个世界 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形似盟员明出 天下又三分 可科技却停留在唐末送出 无火药 无争六技术 各种海外博来品食物 还没有传入 百姓的食物依旧选择匮乏 这也是他蒸馏酒 众人会惊讶的原因 而另一个世界 明朝的蒸馏技术 已经普及了 这就是两个世界不同之处 消毒了吗 何谓消毒 清理伤口吗 但元李还以为 朱军不信任他的医术 道 自然已经清理了窗口 那只是清理窗口 跟我说的消毒是两回事 朱军道 你用来缝合的针线 捆绑的纱布 可否用高温消杀过 这 没有 这不就得了 我大哥双腿伤得这么重 骨头锻炼 必须小心再小心 你这样 很容易让伤口反复感染 你是经验丰富的太医 应该比我更懂 有些伤最可怕的是 伤后并发症 有很多人受伤之后 伤口化脓 最后导致高烧不退死去 就算清创也是无用 又或者伤口感染 导致的肢体坏死 最终导致死亡 但元李不说话了 因为朱军说的是事实 一旁的朱远章 现朱军说的这么吓人 气不打一出来 咱不管 你哪听来的歪理邪说 总之你要是敢动你大哥一下 咱揍死你 爹 你不懂 这世界上 有很多用肉眼看不见的细菌 这些细菌平日里漠视 甚至你吃下不干净的东西 也有可能只是闹肚子 可如果感染伤口 得不到及时的治疗 就会化浓生疮 最终引起一系列的并发症 这些您 应该比我懂才是 朱军看着朱玉 心里也是焦急 举例子道 就好比弓箭手 总是会将箭 足上滚上金枝 再不济 也会在牛粪里滚一滚 为了什么 不就是为了增加 敌人的致死率吗 您敢说 这事 您莫钱过 第106章 李时珍是谁 朱远张脑了 钱过又怎样 这种事 不是每个弓箭手 都会做的事情 那不就得了 朱军道 箭足滚上金枝 或者在牛粪里滚上一滚 就算伤得不深 但是箭足带来的持续伤害 却是非常大的 运气好的 化浓皆佳 运气不好的 化浓隔屁 这就是金枝的作用 难道无王觉得 陈给太子殿下用的针线 纱布和金枝一般 肮脏不成 代元李黑灼脸 要是陛下这魔认位 那他就有大罪 那倒不至于 还是要比金枝干净不少 但是这种干净 也不是用肉眼可以看见的 你的医术很好 这点我甘拜下风 但是这一点你 还是得听我的才行 空气中 有很多肉眼看不现的病菌 这些才是致命的 而且 你给我大哥 逢何所用的工具 没有消杀过 极容易导致伤口二次感染 荒谬 太荒谬了 如吾王所说 那我们天天呼吸 吸入这些所谓的病菌 岂不是也要死 你还别说 运气不好的真会死 要不然风寒怎么传 天花怎么传 所有人都知道 风寒和天花会传染 却不想想为什么会传染呢 朱军一句反问 博得代元李 哑口无言 这 这 这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 如果我现在感染了风寒 你与我同吃同住 面对面交谈 就是容易将你传染 如果我此时有了天花 那你九成九会 感染天花 可如果你远离我 概率就要小得多 若是你去一个 没有天花的周府 你肯定不会感染天花 因为我才是感染源 我说话 土坛 将病菌传染给你了 此番这太医署里 这么多人 人多口杂 呼吸 说话 土坛 各种病菌多得要命 你说我大哥在这种环境下 能康复吗 这这这 代元李瞪大了眼睛 太医署其他人 也是面面相去 朱军说得风言风语 仔细一想 还真是这个道理 这什么这 我再举个例子 朱军又道 一个馒头放在那里 一两天不会腐败 可是七八天后 他的表皮就会长毛 明白人都知道 吃了这个馒头会害病 为是磨馒头会腐败呢 那就是因为 空气中有许多细菌 病菌 可如果将馒头放瓦罐之中 他依旧会腐败 但是腐败的时间 肯定会大大减缓 这是因为接触的细菌少 消毒不一定能够 让我大哥好起来 但是做好防护 肯定能降低伤口 二次感染的风险 但元李嘴唇动了动 如耿在喉 根本说不上话 徐妙锦等人看着朱军 都不明白 他是从哪里知道的这些 乍一听胡言乱语 可细想又能自圆其说 老六 你别乱来 这不是开玩笑的 马皇后道 娘 这是我大哥 我害谁也不能害我大哥 这些都是我以前 从一本一书上看来的 但元李浑身一颤 这一书在哪 吴王殿下可否让臣一跃 哦 看完就被我丢火炉煮酒了 朱军道 我看的书不多 所以对本书的内容 记得比较深刻 煮酒烧了 但元李咬牙 太气人了 朱疯子 只是看了一遍 都能说得他哑口无言 若是能够一跃 说不定能够让他的医术精进 这也说明 这医书自成一脉 有他过人之处 那可知道 写这医书的人是谁 另一个太医问道 好像是叫李时珍吧 总之我也懒得管是谁 以前我府上有人受伤 都这么浅 效果还不错 李时珍 但元李看向其他人 你们可听过这位大医 没听过 众人都是一脸迷茫的摇头 说不定是隐士的大医 但元李猜测道 蒙元末 天下名不聊生 很多能人都躲起来了 也有可能这个人 在陈汉或者大洲 所以他们才没听过 一旁的朱远张纣梅道 这么说 咱老六说的没错 错对尚未考究 微臣不敢忘下结果 但元李道 肯定没错的 那医书上 还有办法可以看到这些病菌 等以后本王抽空再想办法 让你们献一见 朱军道 当真 但元李呼吸都急促了 这还能有假 佛不是说 一滴水有四亿八千万虫 那书上 还有跟着风寒 添花的办法呢 朱军道 太医属众人都猛了 旋即直勾勾地盯着朱军 但元李更是不由自主地握住了朱军的手 激动道 巫王殿下 这件事可不能开玩笑啊 谁有空跟你开玩笑 朱军抽回手 看着其他人 说道 不过时间太久了 好些细节都记不住了 等我回去好好想想 朱远张眉头深深皱起 老六 这事可不敢开玩笑 风寒和添花是很麻烦的 如果有根治之法 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受益 行了爹 有什么稍后再说 我先给大哥伤口消毒再说 说完 他走过去 解开了固定双脚的甲板 解开纱布 掀开药膏 用绷带沾酒精 小心翼翼地擦拭起来 马皇后有些担忧 常侍心也悬着 朱远张名嘴不言 似在思考 徐廖锦内心则是焦急万分 要是太子没有好转 那朱军必然要遭殃 朱英雄趴在床边直勾勾地盯着朱军 已经被朱军方才的一番话给震住了 他捂住口鼻 生怕吸入过量的病菌 而太医鼠的人 则是目不转睛地看着朱军操作 浓郁的酒味传开 众人都梦了 吾王殿下 你用酒擦拭伤口 这叫酒精 纯度很高 是特制的 大概二十多坛酒 才能够得到这一坛酒精 有消毒杀菌的功效 日后你 若是要动刀缝合 将气物沉入酒精中 可消毒 而且 平日里也可以用来禁手 不过这酒精有刺激性 刺激伤口挺疼的 正说着呢 昏迷中的朱玉都不由地 发出了微弱的痛呼声 清洗完伤口后 他让袋员里 将特制的膏药敷在绷带上 然后捆绑好 将特制的模具 固定住朱玉的脚 这可比夹板高级多了 整条腿都固定住了 若是要打开 直接解开两边的绳子即可 做完这些 朱军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我能做的 就只有这些了 不过大哥要是想站起来 恐怕还要想办法 往他的腿里 直入钢板钢钉 第107章 狗东西记性都不好 朱玉双腿断裂 不直入钢板钢钉 短时间内想站起来 莫可能 而且 骨头很有可能会长歪了 也就是说 朱玉即便好了 也有很大概率是个瘸子 什么 往腿里直入钢板 袋员里一脸迷茫 这右处急到了他的知识盲区 朱军也解释了一番 袋员里顿时吸了口凉气 这叫李时珍的大一 绝对是个神医啊 这些手段简直闻所未闻 可细细一想 又觉得很有道理 殿下可记得 那医书叫什么 袋员里继续追问 好像叫什么 本草纲目 好书名 单是书名便可知 这医书便是一部医家大作 袋员里一脸向往之色 恨不得马上见一见 这素未谋面的李大一 陛下 这李大一如果再世 医书绝对在微臣之上 若是能将他寻来 陈月义让他做太医鼠之手 他能够找到这位李大一 想尽一切办法请进宫来 若是他能够让太子康复 咱封他侯爵 王狗连连点头 飞快地跑出了太医术 众人不宜有他 就朱军这脑子 想破脑袋 也不可能想到 如此精妙的手段 也就是说 他真的看过李时珍 大一写的一家大作 朱军一脸古怪 李时珍可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就算绝第三尺 也不可能找现的 好吧 既然你看过一些皮毛 那就留下来照顾 朱远章看了一眼 马皇后和常侍 你们先带大孙回宫休息 咱跟老六在这里守着 父皇 儿臣也要守着 常侍道 皇爷爷 孙儿也不走 胡闹 你娘身体不好 抓紧带着 你娘回东宫 朱远章故意板着脸 守夜是男人的事情 女人跟孩子 就别掺胡了 要是老大醒来 你们都熬坏了 咱怎么交代 朱军也道 娘 嫂子 你们先带着大侄子回去休息 我在这里守着 大哥肯定默示的 他劝了好一会儿 最后以人多细菌多 吓唬二人 才让他俩免 为其难的点头 朱远章道 妙景 宫里落索了 你就在老六以前住的宫殿 休息一夜吧 徐妙景连连摇头 父皇 我也要照顾太子 多一个人 多一份力 我这个当弟妹的人 帮不上什么忙 也不会医术 但是在这里端茶地水 供父皇使唤还行 朱远章哪能不知道 徐妙景的心思 无非是害怕诸君惹祸 好 那你就留下吧 朱远章道 谢谢父皇 徐妙景也松了口气 等马皇后等人离开后 朱君看着徐妙景 你不必如此 这件事跟你没关系 没必要什么责任 都往自己身上挽 那只是你这么认为 说着 徐妙景就拉着朱君往外走 朱君吓了一跳 你拉 我去哪 徐妙景将他摁在了院子里的凳子上 拿出一把剪刀 别动 我给你整理一下头发 你头发搁得狗啃似的 怎么现人 走出去 还不让人笑死 那 那你可小心点 黑灯瞎火的 别把我耳朵给剪了 那可说不定 徐妙景故意吓唬朱君 说着 就小心翼翼地帮朱君修理头发 剪发之前 他也是得到了朱远章的首肯 看着院子里 吵嘴的小两口 朱远章也捋了捋胡须 随他们去吧 吵着吵着 感情就有了 他等马皇后恩爱多年 那也是一路半嘴过来的 别动 徐妙景拧了拧朱君的耳朵 旋即走到了他的身前 袖着徐妙景身上淡淡的香味 心里不由泛起了涟漪 很快 头发修剪好了 徐妙景让人打来了水 把脑袋滴下 洗头 我自己会洗 少废话 徐妙景揪住了朱君的耳朵 朱君疼得呲牙 疯婆子 你别以为父皇在这里 就找到了靠山 总有出宫的时候吧 你等着 你是朱疯子 我是疯婆子 咱俩绝配 你何该被我管 说着 就摁着朱君的脑袋往水里去 一脸洗了鸡刺 才洗干净 朱君擦拭着头发道 疯婆子 其实你要温柔点 还是挺不错的 对你温柔不起来 徐妙景哼声道 所以 咱们不合适 合不合适 你说了不算 我说了也不算 总之我认命了 你也认命吧 徐妙景道 就算解除了婚约 你觉得我们这样了 还有人要我 喂 你不就帮我洗了个头 至于吗 徐妙景攥着粉拳 狠狠瞪了朱君一眼 只是洗了头吗 果然 狗东西记性都不好 说完 他气呼呼地走进了房间 朱君挠了挠头 猛地反应过来 捂着脸 护摇也算吗 可玄机他重重叹了口气 还真算 这个时代的女人 清白比生命看得重要 牵牵手就要终生 要是不负责 保不定就想不开自杀了 他咬了他的脖子 脸 姑娘家家该碰的碰了 不该碰的也碰了 可是 你也碰了我啊 咱们扯平了 事业 朱玉意料之中发起了高烧 浑身烫得吓人 朱远章急忙道 快 多给太子盖一床褥子 朱君连忙制止 不行 大哥手很烫 这时候必须散热 加入子 可能会加重病情 而且 发烧是正常的 这是人体自我免疫 系统在起作用 也有可能是因为 伤口感染导致的 总之先散热 让大哥把体温降下来 快 去拿些盐和双糖来 我要做糖盐水 一会儿大哥大量发汗 需要补充能量 朱远章看了一眼戴远李 戴远李道 应该是李大医书上写的 不过汪王说的也没错 若是发热手脚冰凉 则需要误热 若是手脚发烫 就必须散热 否则容易加重病情 行 那快 就按照咱老六说的做 朱远章也是急得不行 此刻浑然没有 开国大地的沉稳 他现在只是一个 担心儿子的父亲 仅此而已 第108章 一不错 不不错 这一夜 太医署众人都忙碌的不行 一直到后半夜 朱玉的体温才稍稍下降 朱君虽不是医学专业 但是上辈子也看过 不少新闻和资料 受这么重的伤 肯定要发烧 他只能在心里期盼 伤口不要感染 要不然会很麻烦 父皇 你有肝羊上抗 不能劳累 先休息 朱君道 我年轻扛得住 咱还没七老八十 那也不行 朱君强制性将 朱远章恩 在一旁躺椅上 必须休息 我不是在跟您商量 您可是咱们家的大家常 要是您也累垮了 咱们这一大家子 听谁的 朱远章本来还有些恼火 可听到朱君的话 又不禁觉得心中宽慰 那丝被强迫躺下的火气也没了 特别是朱君将 褥子盖在他身上 又细心给他噎被褥的动作 更是让朱远章心中一暖 混账东西 你还管起老子来了 朱远章反手给了朱君一下 朱君摸了摸脑袋 魂不在意 只是想起了小时候 自己生病发烧 父亲陪着自己 也是整宿整宿地不睡觉 他不由道 以后等我就翻了 想陪着爹都难了 就翻 你想得没 朱远章嘲讽道 毛都没长起 你还想飞 少瞧不起人了 我总会长大的 您总有一天 会老到追不上我的脚步 等真到了那天再说 朱远章语气冰冷 却也没真起来 他这些日子 本就身体不适 恰逢情绪大起大落 又担心太子 原本好似有无限经历的他 也是有些心里憔悴 不由得一股困倦上头 不知觉中静睡着了 呼噜声响起 朱君笑着摇摇头 这一点 倒是跟他另一个世界的父亲很像 呼噜打得震天响 第二天起床后 还嘴硬说 自己从不打呼噜 他起身 对着徐妙警刀 你也迷惠 我守着 不困 徐妙警刀 难得管你 朱君将躺椅推到一旁 找了个舒服的姿势躺了上去 带缘里带着一千玉衣 根本就不敢合眼 老代 都眯一会儿 这么前熬着不是事 有我守着 若有突发情况 会叫你 吴王 这是微臣的本质 行了 你睡一会儿 不是更有精神对付突发情况 你总不能奢望 本王这个半调子吧 朱君摆摆手 带缘里看了一眼其他人 又看了一眼朱远章 对其他人道 轮流休息吧 其他人早就困得不行了 便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 而带缘里则 是在细想朱君今天的种种操作 一直等到天微亮 朱君也是熬得双目通红 这期间 他数次将酒精倒入温水之中稀释 给朱玉物里降温 并且擦拭汗水 然后通过特制的导管 以灌肠的方式 不断地给他补充糖盐水 和大补的人参汤 一声嘹亮的鸡鸣声 打破了皇城的宁静 那是养在玉花园的红江 君发出的声音 好似有人撤销了暂停 万物都动了起来 马皇后 常侍也是匆忙 赶到了太医署守住 不过近来前 都用酒精消毒 还裹上了特制的鞋套 戴上了特制的口罩 甚至 朱君还规定了探望的时间 到时间就得出去 王狗在朱远章耳边小声道 陛下 宫外聚集了许多人 要来探望殿下 不限 就说太子一切尚好 让他们回去 等咱召见 到时候这几天落下的事情 咱一件一件来清算 朱远章冷冷侧目道 王狗也不敢多嘴 飞快跑了出去 朱远章看着朱玉 脸色比昨日要好上一些 可唇无血色 眉宇间紧皱着 心中虽然焦急 却也无可奈何 朱君最怕的就是 朱玉摔伤了脑袋 若是如此 就算治好了腿 也没用 以大业的目前的科技水平 来做一场开颅手术 成功率不足一成 等着吧 而此时 宫外众人被劝退后 一个个都争论不休 朱疯子就是祸害 这次不管说什么 都要让朱疯子远离太子 远离皇太孙 要魔求尽 要魔就翻 怀西一脉和这东一脉 罕见撇开成见 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姓国公 你就没什么想说的 李善人看着徐靖达 徐靖达一向微小谨慎 当年老朱都让他拜右相 他没做多久就下来了 事实证明 他的决定是正确的 太子殿下无事 乃不幸中的万幸 可吴王也是我的女婿 这件事 我应当避嫌 徐靖达说道 依下观看 姓国公不单单要避嫌 应该要大一灭青才是 含义冷哼一声 此前姓国公就没有出面 现在太子出了事 难道姓国公 还要躲在一旁看戏吗 郑远也道 就怕是这一次 姓国公躲不过去了 这些人 是逼着徐靖达表态 他愤怒却也无可奈何 摊上朱军这某个女婿 他简直倒了血眉 我劝你们 没有见到太子之前 还是不要在 这个关头上惹事 小心陛下日后 挨个找你们算账 徐靖达一甩袖子 冷声离开 朱迪也是默不作声 太子未死 计划已经出现了偏差 本来必死的局 竟被朱军给盘活了 一时间 他不知道是该愤怒 还是该责备了 不过想想也是 朱军跟朱玉的关系这么好 怎么可能置之不理 只能说朱玉命不该绝 想到这里 他加快了脚步 回到燕王府 张绝匆匆禀告 殿下 有人盯上咱们了 谁 天子鹦犬 没露出任何马脚吧 杨马官自责自禁 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张绝压着声音道 好 朱迪摆摆手 心中森冷 他很清楚 父皇绝不会轻易把休 杨马官的死 绝对不会是终结 而是开始 他找到了黑衣和尚 眼下举已破 之前商定的计划 可还要进行 黑衣和尚探声道 自无王就有了破障 一步错步不错 若是就此收手 时间一久 这水就清了 谁敌有余还是王八 一眼便知 第109章 楼草打兔子 必须继续把水搅混 要把更多的人拉下水才行 黑衣和尚眼中 闪过莫名的神采 这是机会 是能够将所有人 拉下来的大好机会 朱迪坐在了他对面 为何 黑衣和尚笑着道 太子必然未醒 若醒了 此番陛下就该让人进攻 以稳定朝局 但是太子也莫死 若死 这会儿那位就应该杀人了 他们都说是无王救活了太子 小僧看未必 应该是太子受伤过重 陷入了冰死的状态 误打误 装被无王给弄醒了 殿下不是害怕牵扯到自己身上 可利用这次机会 撇前进所有的嫌疑 朱迪仔细听着大和尚说的计划 眼前一亮 好一招祸水冬硬 不过 若真的是老二抓走了我们的人 那又如何 谁会相信 亲兄长会害一个疯弟弟 陛下在意的 只有太子而已 恰恰就是破局的关键 殿下可知道哪里最黑 朱迪深吸口气 灯下最黑 不错 妙 太妙了 如此一来 果真能把所有人都拉下来 原本心情有些烦躁的朱迪 一扫烦闷 他将前后的事情回想了一遍 知觉的妙不可言 太子重伤短时间内绝对不可临朝 这就给了他更多的时间 祸水冬影 把更多的人拉下水 他完全可以在背后 坐收鱼翁之力 你这要和尚 一副死棋都被你给盘活了 朱迪指着黑衣和尚 笑了起来 一日上午 朱远璋收到了杨仙的信 信中有他查到的东西 包括京城百官的反应 杨马官自责而死 当咱是白痴吗 朱远璋冷笑一声 以为死了就能逃过一劫吗 把这个杨马官所有的亲属 朋友 统统都给咱抓起来审问 蒋桓跪在地上 是 陛下 还有 你告诉杨仙 重点关注一下老四他们 朱远璋捏着信 信上说朱迪府上莫名失踪了两个府兵 在应天府大肆寻找 真有意思 在这事后丢 失两个府兵 堂堂燕王阵番的府兵 还能平白丢了 微臣明白 把谢斯抓起来 照著名单抓人 除了护部之外 其余五部的侍郎 统统给咱下大狱 不是喜欢贪磨吗 咱让他们贪得够 对外就说 蔡文全招了 朱远璋冷冷道 让那些参与其中的人 全都贵武门外认罪 咱只给他们一天时间 十二时辰过后 便朱九足 蒋桓一阵头皮发麻 这位是打算把蔡文贪末案 盗卖官良案 一起来审了 管他有罪莫罪 楼草打兔子 总会有倒霉蛋跳出来 蒋桓带着老朱的口谕离开了 紧跟着拱卫斯清朝出洞 第一个被抓的就是谢斯 然后其余五部的侍郎 一时间百官聚精 李善人收到消息的时候 也是心惊肉跳 拱卫斯抓人了 是的叔叔 谢尚书已经被抓了 一同被抓的 还有各部的侍郎 拱卫斯的人说 蔡文全招了 陛下限时一天 去武门外跪地认罪 于其诸九足也 李冰苦笑跪地 叔叔 救我 李善人呆呆地看着李冰 你也贪默了 李冰惶恐道 郭恒处理新粮的时候 曾来问过我 他一个户部侍郎 问你一个无品都是作甚 郭恒说 粮仓沉米不处理 便浪费了 与其坏在仓库里 还不如拿去镇计灾民 将新米高价卖出 低价买净沉米 既能多让灾民吃饱些 也能让咱改善改善生活 你糊涂啊 李善人一脚揣在了李冰的身上 倒卖官粮 是杀头抄家的大罪 就算是我 也不一定能够保得住你 李冰此时浑身不住地发颤 叔叔 救救我 救救我呀 我不想此时再是母亲病重 愤怒不足以买药 就收了三千两银子 给母亲治病 你这个孽障啊 嫂子病重 你为何不跟我说 李善人气得不行 当年老朱伯扬胡绝战 陈汉皇帝时 李善人回家募集粮草 其兄长李善人 本来并重无钱治疗 但还是江宅院 田地卖了 让李善人拿去酬粮 李善人因无钱治病去世 去世前将 唯一的儿子李冰 托付给李善人 李善人感念哥哥的恩情 对李冰是如己出 对他所做一些事情 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暗中替他擦屁股 可他没想到 自己这个侄子 居然如此胆大包天 那可是用来阵迹的官粮 此事一旦传出去 他这个右相怕 也是荡到头了 别嚎了 你生怕别人 不知道你贪磨了 李善人压着怒火 在书房躲步 现在只是在抓人 他不一定 把人供出来了 若真供出来 陛下也不会给出实现 让蠢货们自投罗网 老夫这就去拱卫司 你记住了 不管是谁 问起来 你绝口不要说这件事 就算被抓 严刑拷问 你都不能松口 哪怕死 都不能 李冰投如捣算 李善人转身出了书房 他很清楚 这个案子 不会轻易结束 还有蔡文 真该死啊 早知如此 说什么 也要提前弄死他 这一下 不知道要连累多少人了 肯定是刘基的阴招 他早就该算到 刘基不会放过 这么好的机会 无论是出招的速度 还是时间节点 都非常好 他不由放慢了脚步 想到了请辞 他现在已经被 逼到了墙角 两个案子 能牵扯出太多人了 一旦李冰被牵扯出来 必死 想到这里 他有了决断 既然胡国庸一心想上来 那就让他上来 上来后的胡国庸 不可能跟刘基一条心 他终究 还是要向怀西一脉靠拢 上面那位要的是平衡 你不是喜欢被刺 那老夫 也让你尝尝什么叫被刺 大量的官员 背下大狱 人心惶惶 死亡的气息萦绕 特别是张龙等人 更是吓得惶惶不可终日 六个人凑在一块 大眼瞪小眼 该死的蔡文 居然全都招了 这一下怎么办 能怎么办 肯定不能认罪 张龙咬牙道 我是世袭网替的爵位 又刺有铁券 难道陛下还能杀我 谁还不是世袭网替的爵位了 张鹤哼了一声 眼下最重要的 是找到李善人 第110章 一顿分析猛如虎 找李善人有个屁用 他现在都自身难保了 成得咬牙道 中都的事 蔡文的事 倒卖官梁的事 乃一件他这个幼香能 够独善其身 刘基跟胡国庸 不会轻易放过他的 咱们现在抱团 不过是凑上去挨打罢了 那你说怎么办 唐盛说道 这件事最小 也是他这个百官之手 监管不利 你说他还有脸 继续做这个幼香吗 所以找他无用 最好的办法是找太子 你能进皇宫再说 太子现在生死不知 陛下摆明了 就是要发泄心中的怒火 谁撞上去都得倒大梅 能让我说完吗 成得邪腻了他们一眼 咱们的想办法 找到那个头见的神秘人 众人面面相去 找神秘人有什么用 这你们就不懂了 成得一副我很懂的样子 分析道 首先 这神秘人得知我们贪末 却没有告发 很明显是有所图谋的 他既不要银子 也不让我们 攻击朝堂中的政敌 唯一让我们做的事情 还是弹劾朱疯子 摆明了 就是想让我们为他所用 我曾想过 这神秘人 是不是刘基那边的人 可转面一想 又觉得不是 若是刘基那边的人 肯定会想方设法来 把我们卖个好 就算他再沉得住气 此时也应该露面了 怀西一脉和这东一脉是死敌 抓住咱们的把柄 胁迫战队 必然能够狠狠给怀西一脉 重重一击 听到这分析 众人都是不住地点头 有道理 你继续分析 五人都全神贯注地盯着诚德 所以 肯定不是刘基的人 你们想想 谁才会让我们弹劾朱疯子 让朱疯子就翻 朱疯子就翻对谁最有好处 朱疯子 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跟他有什么关系 就是 怎么又扯到朱疯子 伸上去了 愚蠢 诚德拔高了声音 手拍在暗毒上 碰碰作响 一个朱疯子是无关紧要 但是看事情不能看一面 你们想想 咱们才刚谈和了朱疯子 结果末两天 太子就坠码兵死 若是太子真的不信病天 那么 谁才是最后的大赢家 死 几个人齐齐吸了口凉气 乖乖 好像的确实这样 你的意思是说 那神秘人是燕王 可是不对啊 如你所说 那让太子坠码的人 岂不是燕王 都别吵 让我说完行吗 承德加大了声音 盖过了他们 燕王跟太子是亲兄弟 跟朱疯子关系也不错 所以 神秘人是燕王的概率不大 这一次太子寻天 最先去的是燕王振藩盟员大都 然后再大迂回 一路去的南方 也就是说 太子一次去的是晋王 最后是秦王 所以 这二人都有嫌疑 特别是秦王 是藩王中势力最大的 若是太子出世 他机会就大了 徐家祖坟被挖的事 你们都听说了吧 这怎么又跟徐家有关系了 众人都摸不着头脑 承德双手抱胸 眼神更是意味深长 他们都说 吴王向太子殿下写了求救信 所以太子 才急忙回来 导致坠马 将所有的罪 都归功于吴王 吴王不过一个疯子罢了 就算有十张嘴都说不清 陛下一怒之下 别说让 他就翻了 搞不好玄慧将他贬位庶民 再结合所有的事 太子如果不信并天 吴王贬位庶民 就只剩下一个燕王 大业的规矩 利敌利常利贤 一个燕王 恐怕搞不赢秦王又 众人再次到西口凉气 张龙更是猛的一拍大腿 说得对 说得太对了 如此一来 就说得通了 原来这背后策划一切的 都是秦王 而秦王跟晋王关系好 正番又挨得近 若是两人联手 则则 成的一番分析 让众人都豁然开朗 如此说 神秘人就是秦王了 也不一定 只是他的概率最大 也有可能是晋王 燕王 不过燕王的概率最小 成的肯定的道 赞同 说得有道理 如果去找秦王帮忙 说不定有信 不过太子还在 咱们这么做是不是不好 故事有些担忧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这个关头 陛下要是杀人 十张铁券都没用 成的咬牙道 不过我们 却不能直接找上去 若是找错了 就麻烦了 而且 如果走得太近 日后也不好脱身 所以 咱们不妨想办法是放信号 等那神秘人投箭 咱们再想办法跟他取得联系 求他帮忙 咱们心里知道 神秘人是谁就行了 反正咱们 又不当他的王府署官 暗地里帮他做些事 谁知道呢 对对 如此甚好 张鹤点点头 我也认同老成的话 唐圣也是不住点头 几个人都认同了成的的话 先想办法 跟神秘人取得联系 然后表忠心 求帮忙 暗中往来 毕竟太子现在这个样子 以后的事 谁也不好说 而此时 太医署内众人忙碌了起来 因为朱玉近两日喂尿 小腹鼓障 但原理用了好几种方法倒尿 都莫能成功 检查时他突然意识到 的不只是腿 但是他不敢说 甚至不敢提 只能先想办法倒尿 然后慢慢检查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 带原理看向了朱军 吴王殿下 本草纲目中 可有记载倒尿术 这个容我想想 朱军皱起眉头 若是放在现代 一根倒尿管 就能解决的事情 可在大业 却不容易 用葱管一舌 很难成功 领管又太粗 带原理试了多次 均未能成功 要不 试一试卢尾 或者铜管 银管 现在是冬天 芦苇早就枯萎了 枯萎的芦苇 硬且一舌 铜管和银管倒是可以 不过眼下太医术 并没有现成的器材 龙臂 朱流尿 时间长了 恐怕会引起其他症状 太子殿下 现在小腹鼓障 我怕时间太长会 你是怕禁府破裂对吗 朱军神情名重道 带原理重重点头 朱军也愁了 禁府就是膀胱 若是破裂 就诸于这情况 基本没活路 第111章 诈前他们 朱远章在一旁 听两人嘀嘀咕咕 心也沉了下去 到底能不能行 难不成活人 还能让尿给憋死 带原理硬着头皮道 陛下 太子坠马 很有可能受伤的地方 不只是腿 如果迟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那么最终责任会归就于他们 所以 瞒是瞒不住 想了想 还是决定如实说 你说什么 朱远章如遭雷击 看着朱玉 你说太子他很有可能伤了 微臣只是猜测 不敢妄下结论 带原理吓得浑身冒汗 朱军脸色也不好看 如果大哥真伤了那里 那就麻烦了 他深吸口气道 我先出宫想办法打造倒尿管 你针酒也好 服役钥匙也好 总之不要停下 实在不行 只能动刀了 他现在也是豁出去了 拼命搜刮脑海中 那少得可怜的医药储备知识 说完 他跟朱远章说了句 就匆匆跑出了太医署 徐妙锦这会儿正在院子里呢 带原理给朱玉检查 他一个女孩子不好在里面 见朱军撒腿跑了 徐妙锦一愣 你去哪儿 有事 晚点再说 朱军恨不得长八条腿 徐妙锦也急了 飞快追了上去 急匆匆赶回王府 朱军连忙把府内的能工巧匠 召集起来 打造细长中空的倒尿管 安排下去后 朱军就在工坊里读工 徐妙锦依旧被拦在吴王府外 气得他直跺脚 殿下 出事了 李吉爸走到朱军的身边 把外头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 蔡文招了 朱军一愣 这怎么可能 这可是涉及到几十人 怀戏一脉那些人还不恨死他 对他斩尽杀绝 不清楚 总之外头都是这么说的 拱卫司今天到处抓人 整个应天都人心惶惶的 不过老百姓倒是府长成快 老百姓只知道皇帝抓贪官 哪里会想弃他的 朱军笑了笑 不过这件事跟他莫太大的关系 他该得到的全都得到了 对了 沈大宝上午还来了 得知殿下莫回来 又走了 朱军摆摆手毫不在意 还有一件事 李吉巴看了一眼左右 压着声音道 张龙等人似乎在找咱们 哦 朱军有些好奇了 他找我们做什么 朱军养了一帮起儿 这都是他暗中培养的眼线 不清楚 他们有人拿着箭矢 箭矢上还绑着信 在府外走来走去的 有点意思 朱军摸了摸下巴 趁着打造捣尿工具这会儿功夫 他写了一封信 让李吉巴送过去 正当成的等人交集等候的时候 管家匆匆拿着箭矢跟信进来了 侯爷又有人投了箭进来 成的大喜 连忙拿过箭矢跟信 旋即将管家挥退 其余几个人急忙凑了过来 快 拆开看看 急什么 难道还能跑了不长 成的深吸口气 看来我猜的没错 背后的神秘人 应该就是那几个人当中一个 不管怎么样 咱们先试探一二 想办法找到送信的人 肯定能够顺藤摸瓜 行了 众人面面相去 啥意思 这是嘲讽我们 他娘的 他到底什么意思 先别吵 成的瞪了其他人一眼 你们真以为这是嘲讽吗 那你们就错了 字越少代表是越大 你们想想 对方绕了这么一大圈 难道只是为了嘲讽我们 不可能 对方不是那么无聊的人 所以我可以断定 这件事咱们麻烦大了 此话一出 方才还大骂的人 全都闭嘴了 一时间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有些害怕了 对 老程分析了没错 只不过 这信的内容也太少了 咱们必须跟那边建立联系才是 张龙道 依我看 对方是想要咱们低头 想要咱们一个态度 那咱们就给他 成哥咬牙 拿过信 在信上写了起来 写完之后 他说道 必然有人在咱们周边监视着 咱们将信放在一个隐蔽的地方 等那边的人来取 很快 朱军所需要的导尿管 就打造出来了 不得不说 这些工匠手艺很好 拿着打摩元华的导尿管 朱军就要进攻 这时 李吉巴手里拿着信小跑过来 殿下 那边回信了 朱军拿过信 问道 有暴露吗 对方想引诱咱们出来 但莫成功 朱军点点头 揣着信 就从后门坐轿子走了 坐在轿子上 朱军看着信 差点没笑喷出来 几个人回复的内容如下 你是谁 你到底想作甚 有话直说 藏头鹿尾的 算什么英雄好汉 你要是知道了什么 直接亮出来 别偷偷摸摸的 是要咱笑力 还是要如何 但说无妨 那众想低头 又放不下身段语气 朱军想想都好笑 其实朱军一开始 只是想让这些人弹劾自己 可现在 蔡文似乎全招了 若真是如此 那这些人就是砧板上的鱼肉 自保都难 基本上废了 他取出火折子 将性烧了 不过 这些人还有一点价值 他急忙让牛五六去买了纸笔 写了一封信 交给李吉巴 又交代了他一些事 这才离开 而成德等人 正在焦急地等候住 不怕对方出招 就怕对方揣着让你猜 那才是最难受的 方才对方神不知鬼不觉地拿走了信 让成德也是一阵懊恼 没想到这辈后人的手段这么高 几个人都是感叹 侯爷 又来信了 管家拿着信 匆匆跑了进来 这一次 成德没有废话 直接拆开了信 内容依旧简单明了 把所有银子拿出来 我帮你们处理 保你们平安 否则 过期不后 后果自负 狗东西 他盯上咱们的银子了 我就说 他肯定会伸手要银子 愚蠢 成德再次骂道 他早不要晚 不要为什么现在才要 那必然是想保我们 那万一不是呢 张龙咬牙道 就在众人争论不休的时候 成府管家 再次神情慌张地敲门进来 在成德耳边说了几句 成德惊呼出声 你说什么 咱们府外多了许多身份不明的人 管家面无血色的点点头 是 而且一个个都带有配刀 像是拱卫丝的人 其他人听到这话 也是脸色发白 完了 或是临头了呀 第112章 幻然醒悟 在大夜 有鸡个人不怕拱卫丝的 那可是天子鹰犬 被拱卫丝下大狱的 又有鸡人能够全身而退 众人面无血色 一个个如丧考比 完了 这下真的完了 张龙一屁股坐在地上 唐圣咬牙道 快 想办法转移银子 就算蔡文昭了 只要咱们咬死不承认 再让那位帮我们斡旋 说不定还有一线生计 对对 老唐说的对 张鹤不住地点头 成德也收敛了心 神 说道 我早就说了 对方本意是让我们为他效力 但是又不愿意露面 目的就是为了保持神秘 让我等敬畏 至于银子 你想想 那可是实力最降的阵番 挥一下兵马近十万 他会缺银子吗 行了 别说了 咱抓紧 想办法进银转移了才是 陈恒上火的不行 几个人合计了一会儿 纷纷离开了临江侯府 而此时 朱军进到太医署 朱语的小腹 越发的鼓障 轻轻一摁 好似里面有石头一般 他急忙拿出三重导尿管 分别是金 银 铜 又在导管 上涂抹了一层菜油 减少摩擦带来的阻力 哎 是是 朱军将导管递了过去 待原理一洗 连忙用酒精进手 才拿过导管 这导管 犹如葱管大小 比铃管小幼长 而且有一定的韧性 通体圆滑 甚至一头 还弄了一个圆球 防止寡蹭 仓促之间 能够做出如此精致的医用器具 就算是皇宫内那些御用工匠 都难以做到 此物 甚好 待原理对着朱军一礼 朱远章急得嘴上都起了撩炮 快 抓紧给太子治病 待原理也不敢耽搁 然后小心翼翼地使用起了导管 他选择的是铜管 这一次顺利异常 他轻轻地吹了一口 紧跟尿就出来了 不过却是血尿 朱远章心沉了下去 怎么都是血 陛下稍安勿躁 应当不是禁府破裂所致 待原理道 朱军也是疲惫地坐在一旁 他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能力了 很快 放完了血尿 待原理等人 开始做起了细致的检查 最终得出结论 太子的却伤了别处 但是具体是否会影响以后 还要等太子康复之后才能知道 朱远章面沉如水 要是太子真伤了哪里 传出去 会对他有很坏的影响 把这件事给攒烂在心里 若有半点风声 你们都别活了 朱远章压着火道 众人纷纷下地跪地 朱军也是苦笑 这对一个男人来说 是致命的打击吧 更何况 一个帝国的继承人 好在大哥有三子两女 最大的朱英雄 已经八岁了 后继有人 只要这件事不传出去 不会对他造成太大的影响 还有你 也把这件事烂在心里 朱远章看着朱军 他对朱军的心情是复杂的 一方面 他心里责怪朱军 可看着朱军忙前忙后 已经两天莫合眼 他又责备不起来 眼下出了这样的事情 对他也好 对大爷也好 打击都是巨大的 朱军点头 只希望朱玉 能够早日康复 就这么一直熬到第三天 在朱军快熬不下去的时候 朱玉终于醒了 但是 他却没有任何的疼痛 除了脑袋昏沉之外 受伤的地方 没有任何知觉 朱远章倒是高兴 拉住朱玉的手嘘寒问暖的 这个铁血的开国大帝 甚至默忍住红了眼睛 儿啊 你可算醒了 你再不行 咱跟你娘都快活不下去了 朱玉也紧紧地握着父亲的手 爹 让您担心了 他目光平移 看着床边的人 带园里等人 也是纷纷跪地 喜极而起 最终 朱玉的目光落在了朱军的身上 他挤出一个苍白的微笑 六爹 大哥回来了 你放心 不管发生什么事 大哥都在 文言 朱军彻底绷不住了 这个男人受了如此重的伤 看到他的第一句话 不是责备 而是让关心 他吸了吸鼻子 默示了大哥 我是冤枉的 父皇不会砍我脑袋 那就好 朱玉松了口气 你不知道 我拼了命想要过去帮你 可无论我跑得多快 就是够不着你 你哭着对我说 大哥救我 我这心里别提 多难受了 一旁的老朱听到这话 嗓子眼里跟塞了棉似的 说不出的难受 爹 六爹虽然不懂事 但是也不至于去挖信国公的祖坟 这件事必然有问题 一定不要冤枉他了 朱玉道 咱知道了 这件事老四已经接过去管了 咱也查到了一些东西 得去跟这混账墨太大的关系 你放心 朱远张道 朱军深吸口气 大哥 你除了脑袋昏沉 还有没有那里不舒服 没有 都挺好的 朱遇到 确定 当然 行了 你大哥没哪里不舒服 你非逼得他不舒服 你才高兴 朱远张瞪了朱军一眼 可朱军脸上没有半点喜色 神情变得极为凝重 他看了一眼带园里等人 脸上的喜色褪去 一个个眼神闪躲 再次露出了惊恐之色 吴 吴王 别说话 朱军喝住了带园里 他懂了 彻底懂了 双腿断成这样 却足足用了三天才醒过来 他没有摔伤脑袋 但是他的下半身似乎瘫痪 失去了知觉 这也是为什么 他不会痛的原因 一个脚不能走 不能人道的太子 会有什么影响 谁会允许一个残废太子登灵 就算朱玉威望很高 可别忘了 他那个如狼似虎的四个 包藏祸心的二个 那一瞬间 他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丝灵光 随之而来的 他的身体不住地发颤 一股恶寒恐惧 从心底最深处迸发 我懂了 我全都懂了 是他 是他 他攥着拳头 眼中满 是愤怒和恐惧 原本他想不明白的地方 统统都想明白了 难怪他要来救我 我还以为是他良心发现了 原来我 只是一个诱饵 他想要的 只是我写一封求救信 第113章 置之死地而后生 朱玉想通了 难怪他会莫名其妙地 在徐家祖坟里 要不是他穿过来 朱疯子已经消失在这个世界 作为徐靖达的大女婿 其实徐靖达跟朱迪的交往 并不密切 因为徐靖达 也是怀惜一脉的领头人物之一 站的是朱玉 而且 朱军没穿来 朱疯子八成会被扣上到 木贼的名号 到时候 嗜好怕不是疯 就是婚 朱玉得知 自己最疼爱的幼迪死亡 不顾一切地从外面赶回来 最终坠马而亡 已死的朱疯子 脑袋上再次扣了一顶 害死太子的大帽子 如此一来 狄长子 狄三子全死了 只剩下朱老四 这个狄次子 又狄又长又闲 老朱为了稳固朝纲 九成的概率会里 朱迪为太子 而徐靖达 就算再不情愿 也要乖乖地支持自家女婿 好毒的计谋 好大的一盘起 还真是他的好四哥 为了那个位置 往顾亲兄弟的幸免 我早该想到的 我早就应该想到的 因为恐惧 他身子不住地发展 如此大的一顶帽子扣下来 大哥也不一定保得住他 而京城流言 飞语四起 他这个疯王 俨然成了太子坠马 罪魁祸首 见朱军身子犹如斗筛 朱远张纣没到 你怎么了 朱玉一惊 快 六弟又发病了 小时候朱军也发病过 就是这样 身子不住地发展 但原理也是急忙 拉住了朱军的手 开始把脉 吴王熬了三天三夜 疲惫至极 气血亏损 要马上休息 他正打算将朱军摁 在躺椅上 原本还不住发展的朱军 止住了颤礼 我没事 就是大哥醒来太高兴了 去通知母后跟黄嫂吧 你小子 吓死我了 朱玉笑骂道 朱远张也道 行了 老大现在醒了 你也休息 这些天辛苦你了 要不是你 老大怕是末这么 容易醒来 朱玉看着朱军 那熬得犹如兔子似的双眼 道 大哥末世 快去休息 听到代言理说朱军 在自己身边 熬了三天三夜 不曾合眼 他心中也是一暖 好 朱军点点头 直接躺在了一旁 眼睛刚闭上 震天的憨声就响起了 他是真的累了 那些阴谋也好 尔虞我诈也好 彤彤都等他醒来再说 很快 马皇后等人就来了 拉着朱玉的手 不住地落泪 可朱军的憨声实在是烦人 马皇后道 这混小子 老大莫醒前 一直不闭眼 现在醒了 反倒呼呼大睡 太混了 他说这话 也是说给常识跟朱玉听的 三天三夜不合眼 衣不宽带地照顾 这份细致入微 难道还不能证明 他们兄弟二人的情意吗 母后让六弟睡吧 他实在是太累了 常识看着一脸疲惫的朱军 心里也很清楚 要不是他 朱玉早死了 那时 他们孤儿寡母的 可怎么活 朱英雄还贴心地给朱军爷被褥 然后小声道 谢谢你六叔 要不是你 我就没爹了 听到这话 朱远章也是重重松了口气 他就怕常识会责怪 好在常识非常明示力 而且这件事 并不如表面想得那么简单 朱军 兴许一开始 就被人给利用了 可猜测始终是猜测 真相没有出来之前 朱军身上的错误 始终是错误 怎么说都没用 朱军这一决 直接睡到了临近傍晚 这期间 一直是马皇后跟常识在照顾朱玉 朱远章也会奉天殿处理奏折 不过 这时候 朱迪来了 贝兰玉兰在五门外族组小半时辰 才得到老朱的手谕 被放进了宫 他已经收到朱玉醒来的消息 这不是他希望看到的结果 但已经无所谓了 进到奉天殿 朱迪连忙参拜 儿臣参见父皇 朱远章放下手中的奏折 什么事 前些日子 父皇让儿臣查的事情 已经有结果了 朱迪道 说 朱远章淡淡道 不好说 波及太大 朱迪看了一眼左右 朱远章摆摆手 奉天殿中的宫女太监 尽数离开 侍卫将奉天殿大门关上 现在可以说了 是老二 你是说 是老二把徐家的祖坟敲了 然后把老六色进去 朱远章面膜表情道 理由呢 证据呢 理由就是 现在躺在太医署 生死未卜的大哥 朱迪红着眼睛道 证据也有 即日前 儿臣府上少了两名府兵 又即日后 在府门口出现了一个人质 那人质正是消失的府兵 其次 前些日子 儿臣还收到了一封密信 让儿臣弹劾老六 就是前几天 众人对老六口 法笔诸实写下的 信让儿臣撕了 这是重新拼凑的 他从怀中掏出了支离破碎的信 之前的那一封信 一张眼皮一跳 拿过皱皱巴巴的信 看了起来 得确是弹劾老六的信 你仅凭这一封 信和两个失踪的府兵 就断定是老二 儿臣还有证据 朱迪咬牙道 老二在府中 藏着龙凤袍服 不仅如此 在藩地 更是多次穿着龙袍 此事 儿臣在阵藩 一时有耳闻 最重要的是 儿臣调查发现 抓走我府兵的人 正是老二府上的人 他为何要抓你府兵 栽赃陷害 他再次掏出一封信 请父皇查阅 这一次 不是王狗将信呈上 而是朱远璋 亲自走下去拿过信 不看还好 看完他几乎控制不住 自己脸上的表情 内容几乎都是威逼利诱 说发现了朱迪陷害朱军 还说是徐妙景 求到朱迪头上 想方设法地 帮徐妙景解除婚约 还说朱迪暗中 跟徐妙景够合 先把朱军骗到赌场 然后再命人打晕 给朱军扣上一个 挖掘老丈人祖坟的帽子 整个过程 犹如亲眼所现 这是第一封信 被撕的是第二封信 而臣调查 老六就是被尔臣 拐走那两个府兵抓走的 朱迪头抵在地上 高声道 而臣看护手下不力 让六弟蒙受冤屈 请父皇责罚 前面那些都是铺垫 这才是 真正盘活整盘棋局的险招 第114章 霍水东瘾 你是说 是泥府上的人 把老六掠走的 朱远张冷声道 是 起先而臣并不在意 后面才想明白 这是为什么 朱迪双目通红 他这是想这儿臣于死地 因为尔臣是狄子子 大业的规矩 利敌利常利贤 若将所有的脏水 都泼到尔臣身上 那尔臣就是大业的罪人 老六疯疯癫癫癫地 莫什么心眼 心思纯粹 大哥不在 尔臣就是最好的选择人 毕竟现在京城 不少人都说是 尔臣导致大哥坠马 可尔臣只想替大哥 开疆拓土 从未有过这等想法 若真是尔臣所谓 那还是人吗 所以 请父皇明察 而臣愿意留在京城 自证清白 说着 他将自己作为藩王的大印和虎符 拿了出来 放在了地上 朱远章没说话 看着哽咽的朱迪 心里也很清楚 若真是如此 那么呼声最高的 就是朱山了 对这个二子 他是疼爱的 给予了他最高的振番待遇 就连朱迪这个嫡次子 都没有这种待遇 若不是老六 老大已经不在了 老六本身就不成气候 再加上骂名 那些人怕是会逼着自己 将他贬位庶名 若是再把老四搞下去 那么最终的结果 自然不用说 而且 老二在翻地的所作所为 他也是略有耳闻的 心中逐渐也有了主意 先下去 这件事咱会调查清楚 在查清之前 这话谁都不许说 是 父皇 朱迪点点头 玄机问道 对了 父皇 大哥他 醒了 无恙 明日自会让百官进宫探望 朱远章有些疲惫地摆了白手 朱迪则 是做出一副激动的样子 好 太好了 说着说着 他竟是大哭起来 幸好大哥无事 要不然 而沉着冤屈 怕是一辈子都洗不清了 朱远章叹了口气 下去 朕会给你一个清白 谢父皇 朱迪磕头后 才抽气着离开 朱远章则是一点疲惫地坐在笼椅上 就这魔 想抢这个位置吗 天下都默一捅了 你也不想 你有没有这个能耐 难道咱对你不好吗 夺迪这重事 他其实有了心理准备 所以早早地 就把自己的班底 让给朱迪用 朱迪也是允文允武 德才兼备 无论是怀西一脉 还是这东一脉 都对朱迪信服 为了杜绝哪等皇家惨案发生 朱远章更是违背自己定下的规矩 早早地便利朱英雄魏皇太孙 可是啊 他没想到 最不想看到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若是天下大定 那也就算了 可现在四周还敌 内耗才是最可怕的 那会将大叶的精锐消耗殆尽 没有一个合格的皇帝来带领 大叶必将穷途末路 去 把杨仙叫过来 朱远章疲惫地道 很快 杨仙进宫了 微臣叩见陛下 那些人招了末 喊冤呢 杨仙道 不过 有人招了 谁 护部侍郎 郭恒 杨仙拿出一份审讯口供 递了上去 朱远章看后大发雷霆 朔鼠 都是朔鼠 把名单上的人 统统给震斩了 让拱未私出洞 明错杀 不放过 是 陛下 杨仙道 朱远章如此愤怒 也在杨仙的意料之中 毕竟郭恒太离谱了 不仅倒卖官梁 还私吞了镇江府 太平府的赋税 不仅如此 还私吞这些的秋梁 这些秋梁 本应该上缴三百五十万时 郭桓之上 缴两百多万时 征收赋税时 巧立明目 征收多种水缴钱 口侍钱 裤子钱 神佛钱等的赋税 中饱私囊 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 让沈逊私无庸考训 给咱查 一查到底 樊千连此案的 一个也不能放过 朱远章杀心大起 这两年朝廷 已经够难了 没想到 还有人中饱私囊 涉案之巨 来大业 开国以来之首 而且 贪末也肯定不是 今年就开始的 肯定有几年了 如此算下来 怕不是贪末了几百万两 他既然能卖得出米 那自然就有销路 这一次 不把这些朔鼠连根拔起 他就不是朱远章 是 微臣遵旨 尸体不由得挤背发寒 对了 老四那边盯得怎么样了 暂时没有太大的发现 别盯老四了 去查查老二 朱远章将信摔在了杨仙的面前 听说老二家里 藏着龙凤袍 给咱细查 要是查实了 直接把那孽障给咱抓来 若有人敢抵抗 格杀勿论 是 陛下 杨仙拿过信 不由浑身一震 虽然老朱并没有说得很详细 可是从这信上的内容来看 那里隐藏着天大的秘密 不过 作为皇帝的阴犬 最重要的是嘴言 知道也不能声张 比如这一次郭恒案 对这东一脉的打击 必然是巨大的 李善仁的反咬真厉害 这手段简直太绝了 也不知道 他到底抓住了郭恒什么把柄 才会让他心甘情愿做这些事情 陛下 那蔡文父子是一病严半还是 朱远章冷着脸 先查 蔡文父子先留着 是 微臣告退 退出奉天殿 杨仙不由叹了口气 李善仁太狠了 这一下 直接让陛下改变了主意 若是皇帝说言半菜文 那李善仁也要倒大煤 现在看 地心难测 麻烦了呀 朱远章心烦意乱 接踵而至的麻烦 让人疲于应付 老六醒了吗 朱远章问道 奴婢这就派人去叫巫王殿下 王狗道 去把他叫来 让御膳房做些菜 咱要喝酒 王狗一愣 这可是稀奇了 陛下从来都是一日两餐 至多下午吃点点心 晚上是绝对不会吃饭的 但他也不敢多问 急忙去太医署把朱军叫了过来 这也就是朱军 换作一般王爷 根本不可能接连夜宿皇宫 朱军这会儿正吃晚饭呢 得知老朱 叫他也是一愣 父皇叫我坐身 奴婢哪能知道 只是陛下挺急 吴王殿下 还是别让陛下久等了 王狗冷冷道 娘 嫂子 你们先吃 我过去看看 说完 朱军匆匆跑去了凤天殿 第115章 老子教你做男人 爹 你叫我 朱军匆匆跑进凤天殿 直接上了大殿 见朱军半点礼数都没 朱远章瞪了他一眼 浑账东西 你现咱都不行礼 爹 这里又没外人 多累啊 朱军道 我正陪娘他们吃晚饭呢 你吃了末 要不一起过去吃点 朱远章哼了一声 你不知道 咱晚上不吃饭 行了爹 你下午吃点心 跟吃晚饭有什么区别 朱远章老脸一红 点心是点心 正餐是正餐 当然有区别 爹 你这样不行 你一日两餐 然后我娘 嫂子也都效仿你 一日两餐 就连我大哥现在受伤 也还是秉性一日两餐 你这习惯的改改了 饿久了暴饮暴食 更容易把身体吃坏 而且上次老代给您诊治 不是说您脾胃虚弱 您这毛病的少吃多餐 俗话说 食人酒味 特别是一日两餐的大业 甚至往北一些的地方 一日一日餐也不是没有 胃里没货 能好才怪 你懂个屁 这叫节俭 节俭也不是 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 您是从最底层爬上来的 知道人间疾苦 这点固然好 但粮食不是省出来的 就好比银子也不是省出来 朱军道 朱远章都气笑了 不省难道还能多出来 吃饱饭才有力气做更多的活 思考更多的事情 都吃不饱 又哪来更多的精力思索 粮食虽然不会凭空便出来 却可以通过其他办法来增加粮食 银子也是一样 开源节流 才能够让银子越来越多 其实老朱有点小农思想 这一点朱军也很是无奈 见朱军阵阵有词的 朱远章眯起了眼睛 这等歪理邪说 是不是又是沈家子教你的 咱听说 沈家现在是你的家臣 把所有的产业都送给你了 沈万千还把唯一的嫡女 送给你当小老婆了 是不是 啊 朱军一愣 玄机点头 没错 就是沈大宝说的 他比较会做生意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那你说说 咱现在缺粮该怎么解决 缺银子又该怎么解决 朱远章道 你要是说得好 咱有奖赏 爹 您上次都欠我一个奖赏 正说着呢 太监端着韭菜来了 朱军愣了愣 爹 您不是不吃晚饭 老子就不能有心烦的时候 朱远章气地给了他一下 咱只是烦闷 找你喝喝酒 要不是老大伤了 老子才不找你 一边说着 将所有人都挥退 偌大的奉天殿 就剩下父子二人 朱军看着朱远章 很是疲惫 一旁摆着堆成小山的奏折 另一边则是批跃之后的奏折 两两相对 犹如峡谷 给老子满上 朱远章道 爹 你胃不好 少废话 快倒 哦 朱军给朱远章道了一杯 玄机又在老朱的怒视下 给自己倒满 咱爷俩走一个 朱远章也不管朱军 一口将酒饮尽 然后长长地哈了口气 痛快 对朱军而言 老朱是最接地气的皇帝 更像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大家常 只不过这个大家常 有一些顽固的脾气 朱远章夹着菜 徐家的案子查出来了 跟你没关系 你以后把心放进肚子里 既然不是你做的 咱也不会无故收拾你 爹 我都说了 我是冤枉的 朱军眼珠一转 不过 陷害我的是谁 我要潜死他 潜个屁 就你那怂样 上次让你去收拾菜家父子 你可倒好 把李氏掳揍了一毒 朱远章吃笑道 我 我那是重情重义 他可以对我无情 我不能对他无义 混小子 作为男人来说 你重视兄弟情义 咱觉得你是好样的 可你是大爷的王爷 你这熊样 日后怎么就翻 就翻后 被人骗成什么样都不知 朱远章越说越生气 咱上次就说了 这个世上 除了父母 亲兄弟 其他人可信 但不可全信 你有没有听进去 听见去了 朱军苦着脸道 你听进去个屁 朱远章反手又是一巴掌 咱总有一天会老的 等咱不在了 谁来保护你 这样 那蔡家父子咱还莫杀 给你一个机会 你来审他们 杀也好 寡也好 你来做决定 朱军都猛了 老朱这 是怎么了 外面不都说蔡文父子全招了 我再去审 那不是脱裤子放屁 多此一举 朱军道 哼 他嘴硬的要命 打得半死都不说 咱对外不振魔说 怎么把他们唬住 朱远章摇头 探声道 不过这些人承受能力不错 死活不出来 不过没关系 到时候 咱给你一份名单 你挨个去抓 让你过一把瘾 发泄一下心中的火如何 听到这里 朱军这才明白 老朱打的什么主意 这是让他胡闹 然后他在背后乘乱杀人 真行 坑儿子一套一套的 爹 莫证据怎么抓人 你只管去抓就行了 多得不用管 做好这件事 说不定咱也高兴 可以考虑 考虑你就翻的事情 朱远章道 当真 自然是真的 那行 不过到时候出事了 可别怪我 耸祸 有老子在背后 你怕个屁 朱远章哼了一声 放下酒杯 大男人手不沾血 那还叫大男人吗 你给老子听好了 今天起 老子教你做一个大男人 大丈夫 哦 知道了 朱军点点头 见朱军反应一点也不热烈 朱远章也是一阵泄气 当下便道 行了 给咱倒酒 你说说钱粮的事情 咱看看 你这些日子有没有长进 爹 要不我把沈家丢的产业 全送你 朱军道 别说 听到这话 老朱有一刹那 还真心动了 老子若想要 你以为沈家人 还能把东西拿回去 那行吧 其实缺粮这事 无非是灾情引起的 想解决这个问题 有两种办法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如果两不靠 那就想办法 多引进一些不同品类的粮食 来增加可选择性 朱远章一听 不动声色给 朱军真满了酒 哎 老六 喝一杯 接着说 第116章 老朱心动了 那我就说了 说错了 可不许揍我 你尽管说 就当闲聊 朱玉没伤之前 他就隔三差五 把朱玉叫过来喝酒 只不过现在的对象 便成了朱军 他其实还挺喜欢这样 原本他对朱军 是半点不抱希望 可现在这小子 居然知道心疼他老朱了 又有哪个父母 不希望自己儿女成龙成凤呢 见朱远章一只脚蹲在龙椅上 另一只脚搭拉着 看起来就像是市井小民一般 就知道 他此时非常的放松 行 这事也是 我自己琢磨的 朱军也抿了一口酒 说道 这两年年井不好 雨水多 太烙了 导致几个盛产粮食的地方都减产 再加上蒸发摇曳 免税 大兴土木 还有官员的愤怒 收税的运损等等 导致咱们日 此景巴巴的 但好在 爹您未雨绸缪 一直都有囤粮的习惯 前些年囤下来的粮食 肯定是足够大业度 过这个难挨的关头 所以 说难也未必难 爹心里不是发愁缺粮 而是恨他们贪慕 朱远章嫌逆了朱军一眼 你小子怎么治咱不愁 爹 我又不是三岁孩子 您大开关口 吸纳大量的灾民入境 就说明您心里早就有准备了 而陈汉跟大周 看似省了许多钱粮 继续 朱远章笑了笑 他还真就不愁粮食 大业占据东方 位置很好 江南大部分都是大业的国土 有句话说得好 苏长熟 天下族 灾情虽严重 但是前些年囤下的粮食 足够正绩 之所以扣扣搜搜的 无非是想骗陈汉跟大周 要是他们知道 咱们前两族 说不定就联手了 这一下 老朱不淡定了 这你都知道 我自己瞎琢磨的 爹 你别打断我 朱军加了一筷子菜 说道 粮不缺 一其实也不缺 江南本就是丝绸之香 鱼米之香 但是咱们缺人 不过这一次 涌入了大量的灾民 也算是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压力 不过爹 不是我说您 您有点太谨慎了 又想要人 又藏着掖着 混账东西 你还叫一起老子来了 朱远章瞪了朱军一眼 心里却掀起了惊涛骇浪 这小子可以啊 这都能猜到 这还真是他的想法 他之所以天天喊穷 那都是喊给别人看的 要我说就应该向全世界 邀请那些人 到咱们大夜来定居 您想想 咱们虽然穷 可是咱们心善 爱惜百姓 不饿死一人 不让一个灾民 受冻 是跟灾民共度难关 外人又不知道 咱其实有粮 那他们还不敢动得 眼泪汪汪的 朱军道 朱远章捋了捋须 忍不住道 你小子 可以啊 谁告诉你的招数 哦 大宝教我的 他说我现在这样天天正解 那些灾民都习以未尝了 也不敢 甚至有的人 还出现了浪费粮食的现状 大宝就告诉我 要让他们觉得 吴王府很穷 这些粮食 都是省下来给他们吃的 所以 我才要卖彩票店 让他们觉得 我很穷 效果还挺好 一个个 都特别感激我 朱军道 这沈家子的却有点东西 朱远章点点头 这一招 无非就是收买人心 他之所以没有把 以公待正的方案提出来 其实也有这方面的顾虑 现在听朱军这么一说 顿时毛色顿开 与其藏着掖着 还不如一边喊穷 一边收买人心 既会让陈汉 跟大周觉得 他在打肿脸充胖子 又实打实地收买了人心 得到了好处 别小看这些名声 日后可都是讨伐 陈汉大周的借口 你继续 朱远章道 如果只是白养着他们 有再多的钱赢 都会消耗一空 所以 兽人以鱼 不如兽人以鱼 朱军道 那些灾民 要是有一记傍身 就让他们收徒 把那些年轻人叫会来 若是没有记忆傍身 那些年迈的 我就建个养老院 把他们养起来 那些年幼的 我就建个学堂 请先生来给教他们 学文十字 未来报效大业 未跌分忧 如此一来 他们有了活下去的希望 也有了努力的方向 自然而然就留在大业了 到时候就算用鞭子 都赶不走 朱远章忍不住扶长称快 好小子 做得好 告诉咱 你现在养了多少人了 朱军不好意思挠挠头 也没多少 六七万人吧 六七万人还不多 朱远章都无语了 朱军又不是阵番 无一帝财政做支撑 能养这魔多人 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还行吧 反正能救救救 救不了也没办法 这就是你说的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对啊 朱军黑黑一笑 其实以功代阵 也只是朝廷出面 当包工头 把这些灾民聚集在一块 想想他们食不果腹 营养不良 根本就做不动什么事情 若是灾情刚开始还好 可灾情都持续了两三年了 不让这些人养个十天半个月 基本上莫啥用 不过真正想长期 养活几十万人 必须将他们分散到各行业 让他们有营生 所以 我就想了个办法 让沈家父子出面 联合各行各业的商人 弄了一个招工作谈会 估计能够消化个几千人 招工作谈会 朱远张眼前一亮 你是说 让这些商人把人买走 不是买走 是招走 由吴王府出面 帮助这些灾民签订契约 契约一事三份 灾民一份 商人一份 吴王府备案一份 若是商人压榨灾民 没有按照和约来行事 灾民肯拿着契约来 吴王府状告 然后出面解决 尿 尿急眼 朱远张也被朱军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的点子 给吸引住了 招工作谈会还没举办呢 这些天一直忙着大哥的事情 等大哥伤情平稳 再举办也不迟 现在我还撑得住 不过 爹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 还是朝廷一起出面做宝 如此一来 那些灾民 还不对您感激涕零 第117章 兄弟夜谭 说实话 老朱心动了 不过朝廷跟商人搅合在一块 那不是 沆瀣一气 给了那些奸商正大光明 和官员勾搭在一块的理由 朱远张最担心这点 切 爹 难道现在就没有 那郭恒岛卖官粮 若是没有渠道 怎么卖得出去 而且我想 他一定不是第一年倒卖了 估计是续积年了 要不是这一次做过分了 谁能知道 这一下 老朱脸上挂不住了 可朱军说的确实有理 但是他依旧有他的顾虑 如果他大开方便之门 那么太祖迅估计就要重写了 那不是打他的脸 那你说 怎么避免 赌不如输 朱军也是 喝得有点上头了 打压有什么用 就好像跌下的敬酒令 难道私底下就没人酿酒了吗 反而让酒更贵了 敬得越狠 反弹就越厉害 倒不如立下规矩 给这些人施展空间 大业需要发展 需要这些商人 把大业精美的丝绸 陶瓷运送到陈汉跟大洲 难道敬商就没有走私了 禁止住币 就默认偷偷私自住币了 不会的 只要有利可图 就有人体而走险 这些都是沈家子说的 朱远章神情凝重道 不 这些是我自己琢磨的 其实这次做谈会 儿子倒是想向父皇求一件东西 说 而臣想向父皇求一些原外官职 你想卖官欲绝 朱远章瞬间反应过来 什么卖官欲绝 不过是对这些人的赏赐罢了 朱军解释道 这些人如果消化了这些灾民 那么给他们一定的奖赏起 不更好 商人不缺银子 但是他们缺身份 如果这等爱国为民的商人 朝廷都不维护 而是一事同仁为奸商 那谁不含心 而且爹 这么做 不是更会让别人认为 咱们其实很穷吗 咱们本来就很穷 哪里需要别人认为 朱远章嘴硬道 对对 咱们本来就穷 朱军道 上次父皇问我想要什么 那我就求一些原外的官位行不 原外 往前数几个朝代 还是颇有权力 到了大业 虽然严格控制 卖官欲绝这一块 朱远章让人筹集粮草 就赏赐了许多富商员外的身份 又比如另一个时空的大堂的桌前令使 到了宋朝更是离谱 一千但良一级官 给得越多官越高 甚至有了完整的买官制度 朱远章手指敲击在桌面上 他看着朱军 行 咱看在你这么长进 一心未明的份上 就给你一些名额 谢谢爹 朱军现在手上的人够用了 就得想办法笼络一些商人 以后有了这些渠道 想再翻地搞事 也会更容易一些 那沈家子还是有点能耐 咱也赏他个一官半职 就让他在你府上当个半叔吧 朱远章道 半叔 那可是从七品的职位 堪比试书 谢谢爹 你现在也莫开府见衙 等过些日子 你大婚后 咱给你配备文武官员 朱军顿市集了 爹 算了 我不要什么文武官员 到时候我自己来找 老朱配的人 那肯定天天管着他 烦都能烦死 那还怎么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少废话 朱远章反手又是一巴掌 咱可告诉你了 要把灾民管好 你要是学郭恒那些人 咱饶不了你 说话就说话 老打我作甚 老子打儿子天经地义 朱远章笑了起来 有本事 你也生几个儿子过过瘾 暴力狂 朱军撇嘴 你说什么 我说你是暴力狂 朱军瞪大眼睛 与之对视 本以为老朱会发怒 却没想到他不在意地笑了笑 这叫豪迈 你小子学住点 滚吧 咱吃饱了 你明天别进宫了 记得去大理寺审人 滚就滚 说得我很想待着一样 朱军借着酒劲道 记住了 明天别进宫 你这头发 咱丢不起这人 朱远章骂道 不劲就不劲 有什么了不起的 朱军气得不行 解开裤腰带 就在柱子上放起了水 朱远章大骂道 混账玩意 谁让你在奉天殿撒尿的 这叫豪迈 跟爹学的吗 朱军抖了抖 系好了裤腰带 昂着脑袋 大不留心地离开 朱远行一愣 苦笑了起来 这混小子 还真是活学活用 敢在咱奉天殿撒尿的 也就你一个了 离开奉天殿 朱军眯起了眼睛 他很清楚 老朱特意交代他 别进宫是为什么 大哥醒来 为了平息谣言 明日必然会让百官惊见 他过来 只会成为众使之的 所以 老朱一直在用他的方式 保护着自己 这让他心中意暖 事业 朱军正跟朱玉聊天 而朱玉也了解了许多朱 军进来的状况 对朱军的长进 他比谁都高兴 你能有一颗仁义的心 大哥很高兴 但是也不要太为难自己 知道吗 朱玉道 嗯 我会量力而行的 朱军点点头 我这腿 估计是好不了了 朱玉道 以后 大哥也追不上你的脚步了 朱军连忙道 不会的 肯定会好的 你呀 还想骗我 朱玉扭头 看着朱军 我受了这么重的伤 几乎冰死 却没有丝毫痛楚 这正常吗 我这下半身丝毫直觉都没有 显然是瘫痪了 以前在军中 有人坠马 就是这情况 一辈子都只能卧床 朱军没想到 朱玉什么都明白 顿时满脸愧疚的道 大哥 对不起 要不是我 傻小子 大哥没怪你的意思 而且这件事不简单 大哥寻边的这些日子 你一定过得特别难吧 朱玉伸手摸了摸朱军的脑袋 要不然 你怎么会血性求救 是大哥没照顾好你 大哥 我 朱军心里难受极了 你别自责 有好些事 大哥说了你 也不一定懂 你只需要记住 大哥这伤不是你造成的 相反 要不是你 大哥怕是几天前就死了 所以 大哥要感谢你才是 第118章 朱玉的决心 朱玉不傻 相反 他很聪明 自朱军到墓 到他坠马 这一系列的事情 都说明有人在背后搞鬼 本章节内容更新中 第119章 狡兔三哭 想通之后 朱军反倒是轻松 莫那么烦躁了 他要把自己隐藏起来 要让所有人都觉得他无害 他想到了蔡文父子提供的那一份名单 说不定可以利用起来 小鸡鸡 牛五六 走 咱们去大理寺 朱军想了想 从后门走 很快 朱军来到了大理寺 而这一次 李氏鲁不在 他早早地就进宫去看朱玉了 见朱军过来 大理寺的人都跟见鬼一样 完了完了 朱疯子 又来了 娘的 这一次朱疯子过来 又要打谁 众人都在心里付匪着 献朱军过来 一个各站的整齐 参见吴王殿下 朱军咧嘴一笑 那什么 本王今天过来 是以朱审的身份来的 陛下亲笔御批 说着 朱军将老朱写的圣誉 递给了大理寺左倾张兰 张兰将信将疑地接过圣誉 一看大惊失色 这的却是陛下的笔迹 不仅如此 还加盖了宝印 几个人传阅了一番 都是满脸的不敢相信 朱疯子 朱审蔡家父子 这不是闹着玩吗 陛下怎么跟着朱疯子胡闹 正当饥个人 不明白朱远章 什么想法的时候 朱军冷声道 这父子二人 说本王贪末 本王今天不弄死他们 不对 不弄清真相 绝不把羞 张兰等人苦笑 这朱疯子 都把内心的想法暴露了 看来太家父子 是凶多吉少了 也是 这父子二人死活不肯招 面对亏空的账本 不招有用吗 看来陛下是没了耐心 是打算借朱疯子的手 弄死他们了 吴王殿下 请 张兰将手欲还给了朱军 你们都在外面 谁也不许进来 小鸡鸡 牛五六 守在门口 很快 朱军进到了天牢深处 看到了半死不活的蔡家父子 希望的力量太降了 要是换成朱军被打这样 早坚持不下去了 兄弟 哥哥来看你了 声音响起 原本好似尸体的父子二人动了动 爹 我 我好像听到六 六爷的声音了 蔡冠沙哑的声音响起 是吗 蔡文睁开眼睛 紧跟着他激动了 六爷 逃出烧鸡烧鹅 还有切碎的肘子 快 我给你们带着吃的 见朱军打开天牢的门 父子两那叫一个激动 六爷 您是不是来接我们呢 先别说话 吃点东西 恢复一下力气 等吃完咱们再聊 父子两凑了过去 看着昔日吃到土的食物 却是狼吞虎咽了起来 菜冠甚至被噎到翻白眼 还在往嘴里色食 兄弟 别急 默认跟你们抢 朱军拿出水囊 递了过去 菜冠猛灌了一大口 才缓过来 玄机大哭起来 好吃 太好吃了 这是我此生吃过 最好吃的食物 菜文也是不住地点头 等到二人吃饱 才感觉自己半只脚 从地府跨入了人间 六爷 现在外头怎么说了 您要快点救我们 李善人想杀我们 菜文道 很棘手 我多方打点 但是账本上的亏损太大了 根本没法自圆其说 说着 朱军又道 另外 我现在逐审你们 啥 六爷逐审我们 父子二人面面相去 朱军更是拿出了 老朱的手欲 菜文看了之后 得去是皇帝的手欲 他激动道 那这么说 六爷能放我们走了 怕是摸那么容易呢 我也是好不容易 才争取到这个机会 我倒是想放了你们 但是没证据 我就遭殃了 说着 他拿出了一封信 递给了菜文 这是四爷写 得 朱军做了个晋升的动作 别吱声 要不是我求四哥 他是绝对不会 插手这件事的 你们知道就行了 把这些烂在肚子里 菜文点点头 旋即看起了信 信中的内容 让菜文愣住了 他沉默了半上 我的却有单独的账本 不过这个账本 被我藏起来了 别人找是找不到的 朱军不动声色道 总之 现在想让你们活 只有一个办法 将功抵罪 而且 现在我大哥也回来了 我会去求我大哥 你知道的 我大哥最疼我了 太子也回来了 菜文眼神闪烁不定 太子仁德 没有杀戮 总是能站出来 反对朱远章 太子家燕王 肯定能保住他们 如果保不住呢 菜文道 那就保住菜冠 保住你的妻女 有六爷这句话就够了 无论如何 菜家欠六爷的大恩大德 此生难害 若有重见天日之时 菜家必当六爷门前一条 看门狗 菜文强忍着剧痛 撑起身体 跪在地上 向着朱军刻了三个响头 那账本 在应天十六楼中 殿下去找一个叫苏挪的女子 应天十六楼 是老朱定都应天后 所建造的观影九楼 也就是所谓的观计 寻常百姓不得入 专为达官显贵 和举子服务 老朱赶走蒙猿人之后 开始从传统和习俗上 追寻前朝风流遗迹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 便是延续前朝 以官纪奉识人的传统 换句话说 就是延续乐乎官纪的传统 一方面将最臣的妻女 发配教方思冲作乐乎 另一方面 则是大肆收购民间玉女 用余观思宴请中歌舞 陪侍 从而体现 皇家对视人群体的恩宠余礼玉 可以说是大夜版的天上人剑 朱军仔细听著 心中也是暗道 角兔三枯 这家伙居然把账本 放在自己的拼头那里 有笔吗 我写一封信给他 没有 蔡文想了想 掀开手背上的雪茄 鲜血顿时直流 他用半残废的手沾了血 再信的背面写了起来 拿着这封信 去找他 必有所得 朱军将血信收好 然后起身 一边咒骂蔡家父子 一边揣着围栏 蔡文哪里不知道朱军的意思 配合地 发出痛苦的呼声和求饶声 朱军点点头 你们两个狗东西 鱼灭本王 还死不悔改 等着 要不要多久 本王定把你们父子俩的狗命给取了 说完 朱军转身便走 等拿到了账本 那些个人 还不是任由他搓圆搓扁 第120章 朱玉的威严 而此时 太医署内 百观惊见 众人看到脸色苍白的朱玉 一个个都是跪地痛哭 感谢老天保佑 行了 别哭了 咱老大还活着 你们要哭 等咱以后病天了 再哭也不迟 朱远张脑袋都要炸了 听到这话 众人纷纷闭上了嘴 众人眼神闪烁 朱玉气色虽然不佳 却无性命之忧 虽然朱迪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可见朱玉还好好活着 心中也是失落 回想这些日子发生的种种 让他有一种 在刀尖跳舞的感觉 大哥没事就好 弟弟也能放心去北平府了 朱迪上前握住了朱玉的手 眼泪也是适时地掉落 看得众人都是不住地点头 特别是张龙几个人 不住地交换眼神 成得更是确信心中的猜想 肯定不是朱迪 再看一旁的朱珊 明嘴不言 一副不高兴的样子 摆明了一副计谋落空的样子 朱刚也是双目通红 喜极而泣 俨然排除在外 至于其他皇子 都尚未成年 除了性子软弱的朱星红了眼睛 其他人压根不想待这里 朱玉握住了朱迪的手 拍了拍他的手背 让你操心了 唉 恨不得能替大哥遭此罪 朱迪道 朱玉只是笑了笑 随即朱珊等人 都纷纷过来探望 等众人探望之后 不知道谁说了一句 巫王怎么莫来 这一句话 就像是捅了马蜂窝一样 众人纷纷指责起朱军来 将朱玉坠马的过错禁术 推到了朱军一人身上 一个个唾沫横飞 情绪激昂 恨不得生吃了他一样 徐靖达默说话 他不是傻子 其实到现在 他其实已经发现了端倪 徐庄陆续有人失踪 徐铁牛来报 抓人的似是拱卫斯 这些人行事手段极端 隐蔽 也只有徐铁牛这样的 今年老将 才能够亏见一丝端倪 他不敢声张 因为刀已经架到了 他的脖子上 若是这一次 太子死了 徐家必死 这件事 与我六弟无关 朱玉见众人指责不休 猛地一拍床颜 苍白的脸上 多了一丝怒红 要不是六弟 姑早死了 你们哪能在这里哭 早就去姑的灵前哭了 朱玉是个 极为平易近人的人呢 极少称姑道寡 一般都是称我 此番荡着老朱的面称姑 可见是真的生气了 原本还吵吵嚷嚷的太医鼠 顿时鸦雀无声 六弟写信给姑怎么了 姑救弟心切怎么了 一个个揣着明白当糊涂 就这么想找替罪羊 朱玉一边说着 一边拍着床颜 六弟他为什么写求救信给姑 你们心里不清楚吗 姑的六弟 再不长进 再不懂事 可那是姑一手带大的孩子 姑能不了解他的秉心 你们将他视为 应天八害之手 可他有做过一件 残害百姓的事情吗 他到底害谁了 他就算再没银子 也不可能跑去 信国公家的祖坟盗墓 更别说 他手无寸铁地挖开 混泥土 难道信国公家庄子里的人 都是吃西北风的 徐静达连盲跪在了地上 此事有误会 吴王应该是被陷害的 之前为何不说 瑞丽的眼神扫过徐静达 明明你一句话 就能解开误会 为何现在才说 那可是你的女婿 你未来可是要与她 做一辈子亲家的 古宝的没 你就这般不情愿 既然不情愿 那就说出来 姑做主 将你徐家同六弟的婚事 一笔勾销 但是姑告诉你 这件事 姑心里已经有数了 到时 后别说姑亏待了功臣 徐静达内心 一阵阵地发寒 陈情愿 陈只是祖坟遭到破坏 被愤怒蒙蔽了双眼 是后想想 总觉得后悔 请太子殿下责罚 给姑滚一边去 是 徐静达连忙闭嘴 也不敢起身 也是他朱玉的班底 他训斥人 无有人敢说个不字 太子虽然辞 喊杀人 喊动怒 可一旦他动怒 想杀的人 就连老朱都劝不住 看到朱玉三言两语 就像徐静达迅的 跟孙子似的 朱迪心头一阵火热 这 便是太子的威严吗 你们都说姑的弟弟不长进 不争气 那你们 倒是把灾民给姑解决了 郭衡的案子 姑看了 恨不能生蛋其肉 这件案子 必须一查到底 凡涉及此案的 绝不姑息 殿下英明 李善人率先拱手 他不由看向了刘姬 心中冷笑连连 不是喜欢合纵连横 今天也让他尝尝什么 叫被刺 刘姬 也是面无表情的拱手 殿下英明 李善人的反击伶俐又果断 竟是直接将他逼到了墙角 但 这都不是他觉得最棘手的事情 他还留了后手 只等那后手发力 定能一击将李善人弄垮 统统给姑下去 日后谁敢再言无王之罪 别怪姑跟他莫晚 众人不由叹气 连徐靖达都跪了 他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最主要的是 太子末世 想要强行定朱军的罪 不是那么容易 臣等告退 对了 老四你留下 姓国公 你也留下 朱玉道 朱迪看了一眼徐靖达 给了他一个眼神 示意他不用担心 一旁的朱远章 手里拿着一本书 坐在一旁 从朱玉说话 至始至终都没插话 反而惬意地喝着茶 老大回来了 还有他甚是 喝喝茶 看看书不香吗 老大 你身体还没康复 不要谈太久 也不要动怒 不利于恢复 朱远章贴心地提醒了一句 是 父皇 朱玉应了句 玄机对徐靖达道 方才我说话中了 你别往心里去 你被愤怒蒙蔽了双眼 我也是胡弟心切 咱们扯平了 但老六不是那样的人 老四主查这个案子 你应该清楚 残气的是 你明知道老六是被冤枉的 却不主动澄清 让他背负这骂名 这不是一个长辈 一个岳父该做的事情 徐妙锦将老六打伤的事情 我也不计较了 有个人能管住他 也是好事 这样吧 十二月初八是个好日子 先籍贯 一月初八成婚 第121章 后知后觉的徐靖达 日子挨得这么近 徐靖达愣了愣 此时已经十一月底了 十二月初八是十二月底 也就是一个月 一月初八则是籍贯后半个月 日子已经算过了 这两个日子非常好 父皇也同意 回去后趁早操办这件事 朱玉道 徐靖达苦笑一声 是 微臣遵旨 下去吧 陈告退 徐靖达离开后 朱玉看向朱迪 老四 你是宗人令 这件事还需要你多上心 也别急着去翻地 正好等老六大婚之后 再回去也不迟 等老六大婚之后 咱一起给老六一个翻地 等明年开春 就让老六过去 说这话 朱玉一直在观察朱迪的表情 什么 让老六去就翻 朱迪脸色微变 可是老六他 这样真的能就翻吗 有文武班底帮衬 肯定默示 而且有李延熙教导 老六也是越发地长进 要对他有信心 朱玉笑着道 他要是被欺负了 不是还有你我在吗 朱迪猜不透朱玉的想法 便说道 可以让老六在我翻的旁边 要是有什么事情 也好有个照应 他从小到大 身边也莫离开过人 这个再说 朱玉笑了笑 下去吧 朱迪拱了拱手 那弟弟就告退了 等朱迪离开后 朱远章放下了手中茶杯 走到床边 你什么意思 你要让老六就翻 是 护在雨衣之下 怎么非 不对劲 你不对劲 朱远章咒没道 你不是说 要一辈子把他带在身边 爹 想法总是会变得 我也是想让六弟早日成才 说不定他就翻之后 会越来越长进呢 再说了 若是就翻后不长进 也可以叫回来 朱玉道 不行 咱不同意 朱远章摆手 这件事 你应该同咱商量的 而不是擅自做主 反正 我一定要让老六就翻 咱说什么也不同意 就那浑小子的德性 不看着点 去了翻地 还不弄得名不聊生 先留下来 考察一年 等他真的长进之后 咱再放他就翻 不求他像老二老三 他们一般戍边 最起码不能继续做祸害 爹 难道你也认为 老六是祸害 朱远章叹了口气 那混账的雀眉 做什么祸害百姓的事情 可生在咱们家 不作为就是有罪 更别说 他还是咱的敌三子 他要是一般的戍子也就罢了 大家也不会天天盯着他 你知道的 咱想住等这些 各小子长大了 全都去就翻 去戍边 去给大业开疆拓土 等咱一捅中原后 永镇边关 咱就算死 也能瞑目 朱远哪能不知道老爹的心思 总之 让老六先就翻试试 先找一块距离 应天近一点的翻地 说不行就不行 你得听咱的 到时候 那些人又天天跑过来 吵着闹着 要让六弟就翻 咱不管 咱的儿子 咱说了算 父子两谁也不让谁 吵得很凶 可最终 还是老猪后退了一步 你身体没康复 咱懒得跟你吵 总之你说了不算 咱不同意 你同意也没用 说完 朱远张气呼呼地走了 朱玉苦笑一声 他们老猪家的人 都在以自己的方式 保护自己的家人 此时 徐静达回了家 问道 妙锦在家吗 还没回来 徐静达猛灌了一口茶 去 把天兽给我叫来 这会儿 徐天兽正在家里禁足 也没出过门 得知父亲叫自己 连忙跑了过去 爹 您叫我 徐静达将书房外的人 全部回退 把门关上 徐天兽关上了门 可旋即就觉得 背后一阵剧痛 爹 你打我作甚 聂长 你告诉老子 咱们家祖坟 是被水给挖掉的 是 是朱疯子 是你个头 徐静达腰带 抽打在徐天兽的身上 你知不知道 拱卫司的人 已经盯上咱们了 徐天兽心中发寒 可嘴上却道 那又如何 又不是我钱的 那你说是谁 徐静达压着怒火道 你真当老子 是蠢猪吗 祖坟有多人看守 朱疯子一个人 怎么可能闯入 就算他凿木 可双手无劳减 说明根本就不是他凿开的 若有从犯 那么从犯去哪了 妙锦带人赶到 将朱疯子抓了个正正 朱疯子是疯 不是傻 他难道不会跟着 从犯逃跑吗 这一切都太巧合了 我起先以为 是刘基那边的人 想栽赃陷害我 可从开始到现在 刘基都只是在 跟李善人对阵 双方已经打得步 可开交 他怎么可能在这个关头 来招惹我 直到铁牛告诉我 发现了拱卫斯的踪迹 我才后知后觉 根本就是内部的人在作祟 腰带在徐天兽身上 留下了道道血痕 陛下说无王最后 出现在赌场 在联想种种 已然是对我发出了 最后的通牒 希望我去认罪啊 你这孽障呢 你是想让徐家死是不是 爹 不是我 不是你还能是谁 谁会想到徐家子 孙徽挖自己的祖坟 徐靖打咬牙切齿 一腰带砸在了 徐天兽的脑袋上 几乎将他打得昏死过去 灭障 挖自己的祖坟 老子打死你这个不孝子 老子再三警告你 不要跟燕王走太近 你不听也就算了 还当了燕王的刀 太子坠马 是你们钱的吧 你们这是在玩火 看着吧 这件事莫那么简单结束 打完之后 徐靖达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无王和太子要死了 也就罢了 他就赢了 可现在 他怎么破局 他这是要绑架徐家 陪着他一起下地狱 这是绑架 是赤国国的绑架 老子跟陛下是发小 当了一辈子的忠臣 到头来 却做了两个畜生的帮凶 我有何颜面 活在这世上 有何颜面去献陛下 太子骂我 我甚至都不知道 该如何去接话 他是在劝我呀 让我悬崖勒马 让我不要走上企图 想到这里 他看着倒地喘息的徐天兽 眼中闪过一丝力芒 第122章六言 你喜欢老的 他走到一旁 取下挂 在墙壁上的剑 抽出一半的时候 又下不了手 徐天兽强忍着 我知错了 别杀我 我再也不敢了 献徐靖达提剑 他下的魂飞天外 爹 姐夫他已经想到 应对办法了 不会影响咱们徐家 您放心 肯定不会的 见徐靖达不吭声 徐天兽急忙 把朱迪的应对办法 说了出来 当了 剑落在了地上 徐靖达亮枪 坐在了椅子上 旋即重重地叹了口气 好毒的技 好狠的心 你这是在逼老子 做选择 我怎么生了 你这么个孽障 爹 自古夺敌就是如此 姐夫他志存高远 胸有大志 云文云武 以后必是明君啊 徐天兽道 难道太子就不是明君了吗 徐靖达冷笑连连 相比太子 他的却够阴狠 够毒辣 可他太毒了 太辣了 老子瞧不上他 朱迪还不是他女婿的时候 他就是朱迪的老师 当初他 就看出朱迪 知道朱迪的野心 他若是安安分分地戍边 说不定能当千百年来 第一贤王 他若是不安分 那就是大业的祸害 世人都说朱君是祸害 可朱君在朱迪面前 屁都不是 爹 若是有你帮忙 姐夫他 住口 徐靖达冷冷看着徐天兽 你们以为用这种招数 就能绑架老子了 告诉你们 休想 就算太子真死了 还有皇太孙 他朱老四 入不了老子的眼 无论是淮西一脉 还是这东一脉 心里向着的都是正敌 别忘了 陛下可还活着呢 有本事 让他朱老四 把陛下也弄死 反正夺嫡都这么冷酷 往前数个千年 前这重视的人 多了去了 但是 他朱老四要做此等 不忠不依不孝之人 别拉着我徐靖达一起 老子今天不杀你 是因为老子生你养你 莫教好你 老子有错 但是日后 你不要把你的兄弟叫坏 更不要牵连了妙计 爹 我 别叫我爹 你翅膀已经硬了 滚出去 我莫你这种儿子 爹 徐天兽痛哭流涕 滚 徐靖达立声道 别逼老子动手 徐天兽浑身不住地颤礼 他知道 自己再不走 父亲真的会拿剑劈了他 他跪在地上 恭恭敬敬地朝着徐靖达 磕了三个响头 痛哭道 而不笑 让爹失望了 等日后 儿子一定会封侯拜相 来见爹 徐天兽艰难起身 打开门 亮呛跑了出去 这时候 谢翠额过来了 看着浑身 是血的徐天兽 儿啊 你这是怎么了 徐天兽莫说话 快步避开了 天杀的徐靖达 老娘跟你拼了 徐靖达顿时吓得面无血色 恭也 徐天兽来到燕王府 府内的大衣替他包扎后 朱迪才细问发生了什么 徐天兽也没有隐瞒 将事情一五一时说了出来 当然 他没把父亲大骂朱迪的事情说出来 免得朱迪心中生恨 朱迪探声道 等事情尘埃落定 我再提久去赔罪 你也别难过 毕竟我们这么做 都却有些不地道 岳帐他生气 也是应当 毕竟我大哥文武双全 自幼得到的 都是最好的 但是这些 连我在北平府 抗击达达和北原的残部 还要提防大洲 又有多少人在意 姐夫 我从未质疑过你 徐天兽道 我明白 朱迪拍了拍徐天兽的肩膀 旋即在徐天兽的耳边说了一句 徐天兽眼中 闪过一丝惊芒 真的 嗯 我的人传来的消息 这件事怕是连我父皇都不知道 被我大哥隐瞒了 朱迪笑了笑 等老六集贯大婚 你就随我去北平府吧 咱们避避风头 等个一年半载的 后遗症才会显现出来 那时我再回来 就不是现在这般情况了 天助姐夫 徐天兽也跟着激动了起来 不过 妙锦他跟六爷 祝福他们吧 朱迪叹了口气 就算以后我上来了 也不许任何人动老六 徐天兽莫说话 一旁的黑衣和尚 却看得真切 他很清楚 朱迪之所以会如此维护朱君 是因为 他不想泯灭心中的人性和亲情 朱君会时刻提醒他 自己是一个活生生 有血有肉的人 那一丝真情 不至于杀红了眼 所以 想通这件事后 他就不再怂恿 朱迪杀了朱君 毕竟 每个人都有他的底线 而朱君 就是朱迪的底线 阿弥陀佛 黑衣和尚到了聚佛记 道 精灵起 是池中雾 一遇风云便化龙 这天下所有的好运气 都不可能让一个人战了 须之过犹不及 说得对 朱迪笑了起来 而此时 朱君来到了应天十六楼 这十六楼 分别叫做贺明楼 最仙楼 吉贤楼 白宾楼 仲泽楼和佛楼 每座街六楼 高级仲严 洞与红场 各言以大叔名匾 与街坊民居制制整事 其奢靡当属应天一绝 而邓奴的万花楼 也在齐列 号称第十七楼 这里是应天城外 外勤淮河西南 而其中有一个附勒院 来老朱开国最初设立 起先只是允许商骨进入 不允许官员 后面发现根本禁不住 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目的就是为了给财政创收 六爷 咱们青天白日来十六楼 是不是太招摇了 沈大宝道 这里面的景儿虽然漂亮 可哪有自家的干净 谁说我是来玩景儿了 我是来勾兰听取的 你别会错意了 朱军此时一副才子的打扮 只不过那一头 短发着识让人想笑 不知道的 还以为和尚逛青楼呢 听取儿 沈大宝愣了愣 咱家也有勾兰的产业 要不去咱家的 他现在被赏了半叔的从七品观 是既兴奋 又觉得肩头沉甸甸的 偶尔也要换换口味嘛 听说这十六楼的苏奴儿 美得不行 咱也见识见识 沈大宝一愣 六爷 你 你喜欢老的吗 第123章 滚 本王不想看到你们 苏奴儿很老 都三十出头了 不老吗 沈大宝道 朱军摸了摸鼻子 貌似大业的姑娘 十四五岁就许人了 三十出头的年纪 得却是奶奶辈了 万一人家保养得好呢 朱军道 沈大宝表情古怪得很 难不成朱军喜欢老的 要不 让多儿半老一些 朱军一脚踏进京都酒楼 这也是老朱下令修建 用来宴请四方的高档场所 还没进去 便听到了欺轻委婉 动人心魄的哼音 两边和房里住家的女郎 穿了青纱衣服 头上沾了蜡霉 一起卷起香莲 平安静听 这大冷的天 秦淮河的风 也吹不散这些风情 在京都酒楼转了一圈 寻了个地儿 那九楼的龟宫见朱军气度不凡 身后带着侍卫 便知道这是卫爷 哟 这位爷 您几位是要雅奸还是听作雅 苏奴儿在吗 给本少爷叫来 朱军也不想太招摇 要不然 天黑之前 朱疯子逛十六楼 就要传遍应天 爷 不巧了 苏大家去最仙楼了 龟宫道 最仙楼 朝官最喜欢凑那里 多久能回来 这个不是小人能知道的 龟宫前笑道 朱军直接丢了一定银子 那龟宫接过银子 顿时没开眼笑 爷今天想见苏大家 怕是来得不巧 魏国公家的邓奴公子 还有开平王家的长生公子 在那边呢 哼 这两货凑一块了 朱军不禁冷笑 长生是一顾开平王的次子 他大哥的小舅子 同位应天八海之一 这家伙仗着 自己是太子的小舅子 那叫一个横行无际 闯祸也喜欢让前身来被黑锅 朱军挥挥手 龟宫时去地离开了 沈大宝则道 六爷 要不要过去打个招呼 来都来了 是要过去看看 朱军笑了笑 正好有了正当的借口 要不然他突然过来 倒显得突兀 而此时 最先楼倒是显得很安静 原本 即便是白天 这里也是热闹非凡 只因为郭恒案 使得无数人受到了牵连 那些人也不敢在这时候 跑过来享受 生怕这时候触怒了皇帝 而此时楼上的雅间 长生道 邓叔父可还好 邓奴摇头 眼中闪过一丝玉色 不好 惊吓 他父亲身体就抱恙了 陛下得知 更是亲自带了御医过来 御医也不能医治 难 邓奴摇头 御医看后 说我父亲是今年的暗急爆发 要不是一身武艺 加之气血浑厚 怕是撑不过今年冬天 长生叹了口气 希望邓叔父可以度过这一关 不要似我父一样 作为开国六国公 邓于战功赫赫 在那位挑剔的陛下眼里 不仅功劳抄群 品德也是无过的 邓奴提起酒杯 不说这事了 长生也提杯碰了碰 随口问道 你姐在秦王那里过得好吗 好 我姐夫特别宠爱她 邓奴知道 长生心里一直喜欢着他姐姐 可惜有缘无分 那就好 长生一口将酒饮尽 只不过 我姐姐也常提起你 还跟姐夫说 你兄有大志 想让你去阵番带兵抗击陈汉 邓奴一边说 一边观察长生的表情 长生眼中闪过一丝惊诧 旋即有些激动地道 秦王怎么说 我姐夫自然莫什么意见 说句难听的 常大兄继承了常伯父的一切 作为敌次子 你得到了什么 如果继续蜷缩在应天 不过是声色全马 大男儿志在四方 离荡上震杀敌 可 可是我 我 邓奴没说话 从怀中掏出了一封信 你看吧 长生看着信封上秀气的字迹 一眼便认出了这封信出自谁之手 他急不可耐地拆开了信 看了起来 二哥近来别来无恙 看完之后 长生心绪难平 是继续留在应天 还是随我姐夫离开 你自己做决定 好 我去 长生深吸口气 不畏别的 就为了能天天看到他 聪明的选择 邓奴笑了起来 哎 长二哥 敬你一杯 长生也是心情大好 就在两人喝得正寒之时 房门猛然被踢开了 正在唱曲儿的苏奴 而吓了一跳 一时间竟忘了继续往下唱 朱军看了一眼 一旁连内的歌姬 当中的是一个 看起来二十出头的女子 处于红粉之地 却有一股出尘的气质 难怪这么多人喜欢 你就是苏奴儿 朱军问道 苏奴儿见朱军不由言说 便踹开了门 也是有些生气 不过敢在这里闹事 怕也不是什么简单的角色 便忍着不耐道 奴婢正是苏奴儿 接着唱 接着舞 朱军哈得一笑 走过去 一脚踹开了中门 就看到邓奴和长生二人 你们两个真行 来晚也不叫我 邓奴脸色阴晴不定 六爷 您怎么来了 哟 六爷 有些日子没见了 长生飞快得将信收吼 笑着冲朱军打招呼 哼 朱军冷哼一声 自顾自地坐在了一边 我说你们两个 是不是把兄弟忘了 来十六楼过营 也不知道找兄弟 一旁的沈大宝 也是连连拱手 向二人问候 这不是忙着 万花楼的事情吗 邓奴道 你们俩是不是瞧不起我 没把我当兄弟 没有 你想多了 放屁 那怎么不信 你们过来找我 朱军一脸生气地道 邓奴心里不爽极了 六爷 您不是去大学堂上课了吗 我们怎么找你 对对 长生化风衣 转 问道 你今日怎么莫上学 瞧客了 出来找你们没 朱军生气地道 你们两个可让我一同好找 原来是跑这里逍遥来了 还说有福同享有男同当 我看你们也是骗子 滚滚滚 本王不想看到你们 两人对视一眼 都莫想到朱军说生气就生气 六爷 您这是 你也出去 本王想一个人静一静 朱军冲着 沈大宝气汹汹地道 沈大宝一愣 旋即苦笑着对顿奴二人拱手道 二位 六爷的脾气 跟本王当兄弟了 沈大宝道 六爷 您要提防他们一点 本王心里有数 朱军冷哼一声 心里却在想 该如何整这两个狗东西 很快 他便有了主意 一个能够让他顺利脱身 又有正当借口 将苏小小带走的主意 你们两个回去收拾东西 本王一会过来 朱军冲着二人道 苏奴愣了愣 奴婢也要 总之听本王的 就对了 动作快点 朱军道 两人也不敢多问 值得下楼离开 而楼下有看管的人 朱军在这里 也不敢上楼 紧跟着朱军 就重新坐了回去 喝起了茶 李老哥 六爷这是坐身 一会你不就知道了 李吉爸邪逆了他一眼 很快 牛五六带着人就来了 带了多少人 朱军问道 没多少 就二千人 牛五六道 老牛啊 你飘了 朱军大手一挥 走 去把情怀八爵 和心情怀八爵 全都给本王带回府上 牛五六都傻了 殿下 你让小人叫人 就是抢人 你懂个屁 让你去就去 少废话 朱军深吸口气 这是 我跟太平奴的约定 当初我答应了太平奴 要送他部署 给情怀八爵的女子 现在 我让他自己选 余下的 全都送去给长生 李吉爸却 是看出了朱军的意图 一时间也是暗暗叫绝 愣着做什么 快去啊 李吉爸催促道 沈大宝都猛逼了 连忙过来拉住朱军的手 六爷 这可是官赢的 情怀十六爵 那可是官家的摇钱术 您要是一锅端了 那麻烦就大了 邓奴长生可以无情 但是本王不能无意 答应他们的事情 本王一定要做到 那之后 他走他们的阳关道 我过我的独木桥 就此恩断一绝 朱军装出一副 痛心疾首的样子 六爷 他们配不上您的情意 沈大宝急得不行 那邓奴和长生该死啊 他们的良心 就不会痛吗 我意已决 他们瞧得起本王也好 瞧不起也罢 本王心中的道义 不会改变 朱军制得有声的道 这时候 李吉巴将沈大宝拉了过来 行了 别说了 殿下什么人 你还不清楚 要是不这么做 他念头不通打 李老哥 这不是任由六爷犯错吗 犯个错 让六爷远离两个小人 貌似也挺不错的 李吉巴笑着道 你说呢 沈大宝不说话了 得去 一个错误 看清两个人 直了 他一咬牙 我也活出去了 不就是情怀巴掘吗 给我时间 我肯定能弄一个 堪比应天十六楼的快活地 只要六爷高兴 怎么都行 李吉巴也莫接话 沈家彩礼雄厚 好好利用 肯定能成为殿下的助理 不过有好些话 他也不好质问朱军 只能尽心尽力地 帮朱军做好每一件事 很快 吴王府的大头兵就出动了 一个个如狼似虎的 冲进十六楼 就开始抢人 苏奴儿 抢 苏小小 抢 管你什么情怀巴掘 只要是名气大的 统统都抢 一时间 十六楼风声鹤唳 正在消遣的人 纷纷破口大骂 该死的猪疯子 老子刚脱的裤子 猪疯子 你就不能消停一点吗 那些消遣客 推开窗户 冲着下方大骂 朱军却是充耳不闻 苏奴儿这才明白 朱军打的什么主意 他也任由朱军的人抢走 而在抢的过程中 李吉巴小心地护送 从苏小小房间 李抢来的箱子 叫方司的人冲出来抢人 被吴王府的府兵 给打得爆头鼠窜 他们只是礼部下的小机构 位守的是正九品的凤鸾 左右少武 左右思乐各一人 是真正的九品芝麻小官 面对朱军这个亲王 他们只能在旁边不住地哀求 哭劝 你们别毫了 不就是从你们这里 借走几个人吗 朱军道 那是几个人吗 应天府最赚钱的摇钱术 可全都被一锅端了 吴王殿下 万不要自悟 这事要是传到陛下耳中 恐怕 怕你娘的头 朱军一脚将凤鸾踹翻 本王答应过邓奴和长生 要送他秦怀河畔最美的姑娘 虽然他们对我无情 但是本王不能对他们不义 答应过他们的事情 一定会做到 你少给本王过走 等他们选完 剩下的人 本王自然会送回来 说着 朱军一招手 两千个府兵 将十六楼的摇钱术 一起给抬走了 那些叫中的姑娘 倒是希望能够彻底脱离这地方 有的人竟是心里 生出了无限的展望 浩浩荡荡的队伍 看得应天府的百姓纷纷侧目 有好使者跟随 有人从秦怀河畔 一直跟进了城 旋即朱疯子 抢秦怀巴掘的消息就传开了 不少人连手上的活都不干了 纷纷跑过去 看这幅奇景 很快 朱军带着大部队 来到了卫国公府 看到这么多人过来 卫国公府的人 还以为出什么大事了 朱军站在门口 大声喊道 太平奴 你瞧不起本王 不将本王当兄弟 那今日起 本王与你恩断义绝 但是 本王昔日曾答应你 要送秦怀河畔 最美的女人给你 以做万花 楼头牌 本王说到做到 绝不食言而匪 严霸 他一招手 七八顶轿子 抬入了卫国公府 就这 还不算完 把人抬进去后 乌王府的府兵 顺带关上了大门 走 咱们去郑国公府 朱军带着大部队 浩浩荡荡地离开 这街上的勋贵 都闻风而动 纷纷紧闭大门 生怕朱疯子发疯 将人送进自己的府邸 随后 朱军又来到了 郑国公府门口 而长茂正好在府上 看到这一幕 气得暴跳如雷 朱疯子 欺我太甚 第127章 你甚至不如一个疯子 他长茂怎么说 也是郑国公 朱军将红尘女子 一窝蜂地送进常家 说是给长生做老婆 这不是羞辱是什么 欺你太甚 朱军站住脚步 转头看着长茂 常大兄可知道 什么叫道义 我不想管你的道义是什么 把这些人给我送走 长茂怒声道 要不然 我这 就进宫去找陛下 太子尚未康复 你就迫不及待地闯祸 你到底还要做多少荒唐事 才肯罢休 与我大哥无关 我朱军一人做事一人当 你且问问长生做了什么 他瞧不起本王 不仅瞧不起 还打了本王的兄弟 本王念在昔日的情分上 不与他计较 但 本王也不会再与他相交 这些女子 是本王昔日答应他的 各顶各的 都是情怀和叛一绝 收不收是你的事情 告我不告我父皇 也是你的事情 此乃本王心中的道义 告辞 说着 朱军带人离开 长生就跟吃了一坨答便一样 长生呢 死哪去了 快把他叫回来 长生看着那些 阴阴厌厌的情怀一绝 也是一阵上火 很快 长生和邓奴就收到了消息 当时都梦了 你说什么 朱疯子抢了十六楼所有的头牌 说是跟老子的约定 邓奴都惊呆了 是啊 少爷 公爷读妻道谢了 您快回去吧 魏国公家的仆人道 长生表情一阵古怪 没想到这朱疯子 连醉酒之言都记在心里 长二哥就别看戏了 我要知道朱疯子会这魔作 打死也不跟他做这个约定 邓奴气得要命 这不是给他惹事 一旁的家奴道 长二爷 你也快回去吧 朱疯子也送了不少女人去你家 听说郑国公都气疯了 现在整个应天都传开了 说是您二位背信 气伤了朱疯子的心 朱疯子为了兄弟道义 抢夺十六楼的歌姬 以全兄弟情谊 长生呆若目击 你说什么 卧曹他娘的朱疯子 邓奴见长生暴怒 也是道 行了 可他娘的不是明强啊 二人回去的路上 就听到不少人 在三三两两的凑一块 谈论这事 这事儿 朱疯子虽然有错 可说句心里话 真谈娘的讲道义 可不是怎便 男子汉大丈夫 言出必行 即便被兄弟背叛 也绝不为背心中的道义 说实话 我有点心疼朱疯子了 那么些漂亮的姑娘 自己抢回家 痛快他不想吗 听到这话 邓奴心理都骂开了 他什么时候背叛朱疯子了 可话到嘴边 他又说不出口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他的却背叛了朱钧 娘的 老子为什么要惭愧 邓奴心中暗骂 很快 邓渝就回到了魏国公府 他几个哥哥都围在了床边 见邓奴进来 一个个面色不快 爹 我回来了 邓奴见房间里这么多人 心里也是咯噔一下 卧病在床的邓渝 看着邓奴 气得直咳嗽 夫人曹氏 不断地给邓渝顺气 公爷 别动这么大的气 你这孽障 还知道回来 邓渝气得浑身发颤 给老子跪下 邓奴急忙跪在地上 可下一秒 一个巴掌 扇在了他的脸上 啪 邓奴脑 寡子嗡嗡作响 陛下带你老子不薄啊 你怎么有脸呢 开那万花 楼让吴王出面 闹得个人净皆知 陛下看在我的面子上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现在你胆子肥了 居然盯上了官家的声音 你怎么不自己去抢 让吴王去抢 你让老子 怎么有脸去献陛下 邓渝一边说 一边咳嗽 竟是咳出血来 所谓的应天八害 从始至终都 只有七害 是你们 在背后怂恿吴王 让他来做这个大恶人啊 吴王心里单纯 从不怀疑你们的话 今日 与你恩断义绝 可见你做得有多过分 竟是让一个疯子 都忍受不下去 可即便如此 他依旧记得你们的约定 不曾亏待你 老子墨脸啊 哪来的脸 爹 那朱疯子来找我 想求我就蔡家父子 我哪敢去碰这件事 邓渝大骂道 所有人都避之不及的事情 唯有吴王迎难而上 他来求你 可见你在他心中的分量 你跟长生撇开他 还打了他的人 老子就是这么 教你做人哪 且不管蔡家父子的案子 是否危险 你若是做不到 便光明正大地告诉他 说你做不到 量他也不会为难你们 你这不是背信弃义是什么 只知道 躲在吴王的后面拿好处 所有的坏事 都让一个心思简单的疯子顶 你竟还言之凿凿地 说出这番话 啪 他又是一巴掌 抽在了邓奴的脸上 你甚至还不如一个疯子 这一巴掌 直接将邓奴打翻在地 脸顿时就肿了 邓奴甚至感觉后槽牙 都松动了 眼前更是一阵阵地发黑 可还等他反应过来 邓渝便坐起了身子 去 准备轿子 老夫要进攻县陛下 爹 不要啊 您这身子不能折腾啊 邓正等人 都是不住地劝谏 邓奴的生母徐氏 更是跪在地上哀求 让邓奴认错 都不要说了 邓渝坐在床檐上 速去准备轿子 万花楼的事情 老夫莫去 这一次必须要去 你这孽子 若是老夫不在了 谁来保你啊 他看了一眼其他人 家中第二代 无一人可堪大用 家中除了一个嫡女 就连长子都是输出 他若是两眼一闭 落大的魏国功夫 谁能撑起来 他看了一眼邓奴 那万花楼的收益 怕是大半都让他那 秦王女婿给拿走了 他心里透亮 虽然病在床上 可外面发生的事情 他比谁都清楚 爹 我知错了 邓奴这才反应过来 急忙认错 晚了 你把吴王王死里欺负 你以为太子 跟燕王是摆设吗 邓渝咬牙站了起来 取老夫的朝府来 邓奴长子都毁清了 早知如此 他就不跑了 若是第一时间制止诸君 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你别跪着了 跟老子一起进攻 第128章 至情至性 至义至成 礼部尚书赵茂收到消息后 那叫一个气啊 本就是多事之秋 这朱疯子还惹事 这不是给他添堵 郭恒暗牵扯的人越来越多 而他就是其中一人 只不过 现在还没有查到他的头上 而六部侍郎 郎中 彤彤都被下大狱了 以待清查 大人 怎么办 能怎么办 去找陛下 赵茂叹了口气 应天十六楼 可是朝廷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 在他手上出了大纰漏 就算郭恒梅 把他供出来 陛下也不会放过他 他匆匆跑到了奉天殿 却被拦住了 陛下再建卫国公 赵尚书在外头厚住吧 赵茂也没办法 只能在外面等住 而此时 奉天殿中 朱远章看着跪地不起的邓鱼 匆匆走下金鸾殿 有德 你这是做什么 邓鱼跪在地上 满脸惭愧道 臣带着这逆子 来向陛下告罪了 说着 他拿起手中的拐杖 重重地打在了邓奴的脑袋上 孽障 还不快向陛下认罪 邓奴被打得脑瓜子嗡嗡地 跪在地上 微臣有罪 请陛下责罚 朱远章心里透亮 面上却道 有德 几个小子不长进 不至于此 快起来 王狗 快端条凳子来 王狗急忙端来了凳子 邓鱼死 活不肯做 陛下 这孽障 侥幸入了吴王的眼 被吴王引为知己 却没有尽到一个 为人臣为人有的职责 反而唆使吴王殿下犯错 臣无言面对陛下呀 说着 邓鱼剧烈咳嗽起来 脸色更是长得通红 你这混账 明知道有的身体不好 还气他 朱远章瞪了邓奴一眼 咱告诉你 要是有德被你气个好歹 咱饶不了你 邓奴后背都被冷汗给尽湿了 浮在地上 不敢吭声 旋即 朱远章硬是将邓鱼掺了起来 一边帮他顺气 一边拆人 去叫御医 有德 小孩子过家家 不至于生这么大的气 咱得把身体挤痒好来 以后咱还要派你去打沉汗 去打大舟呢 朱远章越是如此 邓鱼就越是惭愧 更是老泪纵横 陛下之恩 邓鱼死难报矣 呸呸呸 什么死不死的 你比咱还小两岁 正值当年 必须给咱活着 朱远章是真的爱邓鱼 像他这么挑剔的人 都挑不出邓鱼的毛病 当年常伯仁还在当捡禁的土匪 邓鱼就率领一万邓家军来头 这一万邓家 均给了朱远章很大的支持 其战功赫赫 思德无缺 是他心中的臣子 邓鱼握住朱远章的手 陛下 可否把吾王殿下请进宫来 臣要向殿下赔礼道歉 否则 这良心难安哪 不用了 咱老六没心没肺的 皮实得很 本就不是什么大事 你打也打了 骂也骂了 这件事就此打住 朱远章说道 他心里其实很是恼火 朱军实魔脾气 他还不知道 蔡家父子如此坑他 他都打不下手 能让他气得扬言断交 邓奴和长生二人 肯定是做了朱军 接受不了的事情 可即便如此 他家那个傻老六 还抢了十六楼的女人 送给他俩 就为了昔日的承诺 他只是弃朱军太憨直 太不争气 被人欺负 也不知道还手 只知道打落牙齿 往肚子里咽 要不是邓鱼拖着病体过来 他非想办法 把这两人收拾了不可 陛下 求您了 把吾王殿下请来 邓鱼哀求道 沉生了这么个 背信弃义的孽子 死后都磨脸去献祖宗了 吾王殿下 虽然多有疯狂之举 可至情至性 至义至诚 沉静佩言 这句话说到了 老朱的心坎里 他家老六的雀风 可事情背后 哪一剑不是为兄弟两位插刀 当了挡箭牌 哎 你这皮切 就是你 朱远章叹了口气 随即道 去把那个孽子叫来 一旁的邓奴心中满是不羡 把疯子说得再好 那也是疯子 而此时 长茂带着长生进宫了 得知邓鱼拖着并体进宫赔罪 他根本不敢耽搁 拉着不情不愿的长生就来了 大哥 不至于吧 不至于 长茂冷声道 你们捅了这么大的娄子 还想轻飘飘地接过去 邓鱼是什么人 那可是跟咱爹象提并论的人 他都病得半只脚入土了 还要进宫赔罪 你真以为他是小题大做 朱疯子要救菜惯 难道我还陪他一起疯 那也轮不到你打他的人 知道外面怎么传吗 你们都笑朱疯子傻 可外头哪个人不敬佩他的道义 反倒是你们两个 成了背信弃义的小人 人力是靠的什么 不就是道义 你要是丢了这个东西 谁敢用你 别以为你是太子的小舅子 就无法无天 在太子眼里 朱疯子才是宝 太子要不是顾忌大姐颜面 这些年以前的那些蠢事 早够他收拾你一百次了 长生依旧不以为然 二人来到了奉天殿外 看到了赵帽 赵帽急忙拱手 郑国公许久不见 哦 原来是照上说 长帽也拱手回礼 赵帽看着兄弟二人 不由问道 二位也是来蹭朱疯 吴王的 长帽嘴角一抽 胆笑道 是 是啊 赵帽眼前一亮 旋即就压住声音 开始倒苦水了 这吴王可是把我害苦了 真是吴王之载 长帽听了两句后 就说道 吴王的却冒失 不过 赵上说 我先进去叩见陛下了 为国公在里面 无妨 一起正好 长帽抬脚便走 赵帽心想 邓鱼拖着病体来参猪疯子 肯定也是被猪疯子的所作所谓给弃惨了 陛下肯定不会轻饶了他 圣国公 等等我 赵帽喊了句 匆匆跟了上去 长帽求见 那侍卫不仅莫拦着 还匆匆进去通报 很快 一行人进到奉天殿 见礼之后 赵帽还没有开口 就听长帽溃声道 微臣较地无方 带着这孽障 来向陛下认罪了 说着 一脚踹在了长生的脚上 直接一脚将他踹倒在地上 孽障 还不快 快向陛下认罪 一旁的赵帽都梦了 喂 这剧本不对吧